小伙买花生被坑 有人看不下去了 眼看到手的银子要飞 孙茂财虎脚蛮缠 跟陆玉涵吵了起来 乔治勇一旁看着热闹 直到两人快打起来 才从秤牌底下 抠出一块磁铁 见孙茂财没了话说 乔治勇这才自爆家门 在下山西齐县乔家补乔治勇 山西乔家可是有名的富商 怎么会看不破这点小把戏 乔治勇不过是看他 家里有80岁老母 又同事来赶考的份上 才不跟他计较 乔治勇仍旧按高价给了银子 又抓了把花生 塞到打抱不平的陆玉涵手中 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陆玉涵小脸一红 突然有种触电的感觉 本以为电一下就完了 不料没几天又不起而遇 乔治勇闲逛到玉石店 却啥都没看上 陆玉涵灵机一动 摘下手上玉环 父女俩暗中观察 乔治勇拿到玉环 果然识货 开口就点题了 冤枉者不分离眼 而且这像是一只孤环 这位小爷好眼力 这不但是一个孤环 还像是一个信物 敢问这个玉环 卖多少银子 伙计按陆大可吩咐 要价20两 这可把陆玉涵挤坏了 果然 乔治勇虽然爱不释手 可惜钱没待够 可正准备出门 陆大可却追了出来 这位小爷刚才说 这是一个信物 一老小看 很有道理 这样吧 一两银子怎么样 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哪里哪里 把鸳鸯玉环 给这个小爷抱起来 玉环总算送出去了 陆大可把银子一拍 有些肝疼 但陆玉涵却觉得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人 难得人家看上了吗 是啊 难怪人家看上了吗 谁看上谁了 一只玉环 为将来埋下一段姻缘 但乔治勇此时 还没搞明白其中的用意 乔治勇赶考路上 恰好遇到孙茂财 正跟店家拉扯 孙茂财身上没钱 想用花生和铺盖抵防费 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 乔治勇帮他付了防费 还借了匹马给他 两人匆忙来到考场 正准备考试 却传来一个噩耗 三年一次的公务员考试 考生却突然大呼小叫 闹着要罢考 胡远普一看 这不考试迟到 大闹龙门的乔治勇嘛 你可想好了 一旦踏出这考场 可又得复读三年 乔治勇已经方存大乱 他一岁丧父 三岁丧母 全靠凶嫂拉扯大 眼看大哥出事 哪还有心思考试 但胡远普不思心 自从听了乔治勇的重伤之论 他就打定主意 要为朝廷留住人才 乔治勇毫不犹豫 就做出了决定 公务员考不上 可以再考 可大哥只有一个 胡远普佩服他 有情有义 没在强留 可就在乔治勇 一路飙车 往家赶的时候 一群人正躲在 乔家大德行门前 索要古银 没了古银 我们大伙怎么过日子 另外 像我这个举人 我日后得靠这银子 进金赶考 没有这银子 你让我怎么办吧 乔家在包头搞市场垄断 被达成商算计 已经到了破产的地步 哪里还有银子 曹掌柜没办法 只能推说 等东家病好了 再给答复 你少来这套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 我们进去找智广去 他现在把生意做砸了 想来个缩头乌龟 不见我们了 我们不答应 众人说着就要往里闯 曹掌柜只能强行把他们挡在门外 赶紧去找大奶奶拿主意 而此时的大奶奶正忙着冰封乔治广的尸体 为了保证乔治广病逝的消息不被泄露 他只能忍痛 密不发丧 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股东们迟早还会来的 恐怕下回就要闹到乔家堡 闹到家里 这些来运兵的人 都有可能把世界泄露出去 大奶奶已经心力交瘁 眼下也只能盼着乔治广赶紧回来再做打算 乔家大难临头 到底能不能得救 就看天意 说曹操曹操到 乔治广已经到门前了 乔治广没想到 他才离开两天 大哥就领了盒饭 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 还没等他从大哥病逝的悲伤中走出来 大嫂就想让他接管乔家的家业 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做生意 不是我不愿意干 是我干不了啊 嫂子 到了这会儿 你怎么就能 曹掌柜 我就没有想过做生意 我都和我大哥说好了 我就想好好读书过好的日子 你就不要逼我了你 大嫂心都凉了 紧紧抓住乔治庸不停的恳求 见他依旧不肯答应 一时神情惨烈 无助的放声大哭 哥嫂无能啊 把乔家弄到这不天地 我们退不住你 乔家现在已经完了 大不了了 我们把全部家业拿出来去还债 要是不够 我就跟警察谨谨慎出户 兄弟是一个读书治学的人 我干嘛 我干嘛非要把你扯进这浑水里呢 大嫂说着就要起身处理家事 可刚到门前便支撑不住倒了下去 等再醒过来 已经心灰意冷 曹掌柜实在不愿看到 坚守扮生的乔家就这样破败下去 老泪纵横跪地恳求 乔家铺子里的伙计 乔家十几处生意 养了多少人呢 你就不能给他们一条生路吗 你要过你的日子 可以后 你怎么面对你死去的仙人 在大嫂和曹掌柜轮番恳求之下 乔治勇终于意识到 照顾大嫂和接管乔家 是他必须面对的责任 最终还是答应了 但同时也提出了条件 我接管以后 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我的法子办 谁也别插手 大嫂痛快地答应了 可还没等乔治勇 想到解救乔家的办法 股东们又在门前闹了起来 乔治勇心烦意乱 干脆关起门来倒头大睡 等再醒过来 就好像突然顿悟了 是庄州化蝶 还是庄州 今日我乔治勇变商人 还是我乔治勇 庄州化蝶 不知自己是不是在梦中 乔治勇气辱从商 又怎知不是在梦中 何不就当成一场梦 高高兴兴的坐下去 想到这里 脸上的悲情消失了 转而化成一种奇异的快乐 纵然长笑 你们说我现在是什么人 您是二爷呀 您是乔治勇乔二爷呀 不是 我不是二爷 我现在是 山西七县乔家 乔东家 乔家总算有了主心骨 可他们还不知道 有人已经盯上了乔家老宅 乔治勇万万没想到 曾经富甲一方的乔家 竟然穷到只剩三千两银子 就这还得应付讨债的 他看着祖宗牌匾 准备唱一出空城记 我想好了 马上给我大哥发丧 曹掌柜还没转过弯来 担心消息一旦传开 上门讨债的 可就不止本家这些不要脸的了 那些项羽和商家也都会跟风 这样一来 我们乔家顶不着几天 就得变卖产业 还债了 那也得发丧 我总不能让我大哥 一直躺在银库里吧 乔治庸坚持发丧 还有另一个目的 我大哥过世以后 你们不发丧 是为了争取事件 我现在发丧 也是为了争取事件 曹掌柜天真的以为 办丧事能让那些讨债的 不好意思避得太紧 但乔治庸根本不指望这个 除此之外 他还要把剩下的银子 全都用在大哥的方式上 办得风风光光 提提面面 你如果想不出法子来 你就是把剩下的银子 攥在手里 你能救得了乔家吗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把眼下的事情 办得漂亮点呢 在中堂一片雪白 按照乔治庸的安排 乔家上下开始操办丧事 可总有人不看剧本 乔达庆满脑子都是古银 一大早就来讨债了 就在前天晚上 达盛昌大掌柜 崔明九 从包头带回了 乔家即将破产的消息 准备联合水家和原价 瓜分乔家的全部生意 为了不给乔家翻身的机会 就连乔家老宅都不放过 不过这事 他不能出面 于是便约见达庆 达庆本来是义愤填膺的 根本不相信 乔家已经到了破产的地步 直到看见乔家传世的 翡翠玉屏风 乔家都开始挡东西了 完了 我的一万两古银 可真要不回来了 崔明九告诉他 不打劲 乔家老宅怎么也值个八万两 你去劝劝乔家 卖给我 不就有钱了吗 这事要成了 您的银子没出入骨 我们达省长远接着 到那时候 您就是我们的股东 到了账期 一股 东家分多少红利 您也跟着分多少红利 乔达庆动心了 乔治庸没想到 大哥丧事还没办完 本家兄弟就惦记上了乔家老宅 你现在着急用银子周转 咱不如把那老宅子抵出去 换回点应用机 我能帮你找到埋葬 人家立马给献你 价格公道 保证不让你吃亏 这事都不用想 肯定是背后有鬼 乔治庸不禁有种 同门相间的悲凉感 一阵冷笑 搞得大庆毛骨悚然 可转念一想 这倒是个好机会 你们不就想要钱吗 见他答应的这么痛快 达庆反倒有些懵逼了 乔家到底有没有银子 崔明九不是在骗我吧 可不等他想明白 乔治庸已经撂下狠话 我把丑话说到头里 等过了七七 想不要银子都不行 我一家一家跟你们清账 你们再想把银子 搁在我们家生意里 吃红利过好日子 门都没有 说吧赶紧战术撤退 达庆有没有被唬住不知道 可曹掌柜是真心了 乔治庸真是醉了 有没有银子 你自己没点避数吗 见乔治庸一言不发 曹掌柜才反应过来 这是缓兵之计 其实只要再有二十万两银子 先把包头的局面稳定下来 我们乔家的生意就能活 你跟我大哥当时怎么就没想了 先去借点 曹掌柜真是冤得很 生意做的都快破产了 谁敢借给你银子 没点逼数吗 但乔治庸就是不信邪 从今天开始 你什么事都不要干 再去借 前线不行就去太古平遥 我跟你一块去 曹掌柜叹了口气 这些地方他早就跑遍了 但不是借银子 而是照大奶奶吩咐替乔治庸找媳妇 别说还真有个合适的 太古的陆家陆小姐 又好看又聪明 今年十八岁 可就是他爹陆大可 是有名的山西第一口 曹掌柜担心 这个时候上门提亲 借钱的意思太过明显 但大奶奶一琢磨 咱缺的是银子 可他们家缺女婿呀 咱不装了 后天就去借银子 这个号称山西第一口的老头 正捂着脑袋装糊涂 这光 你怎么越活越年轻啊 侯管家心领神会 赶紧配合着演戏 说明来着身份 陆大可装出一副 恍然大悟的样子 上下打量了一番 见他鞋上带着笑 便一切都明白了 乔治庸刚说到难言之事 他便强行打断 试图封口 没成想 乔治庸直接摊牌 陆大可多警 不等他把话说完 就赶紧捂着脸 又装起了头疼 说着便朝后院走 临出门还不忘假客气两句 山西第一口果然名目虚传 乔治庸算是开眼了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陆大可回到后院 头疼病立马就好了 可陆玉涵听说心上人有难 不由的担心起来 拉着老爹灌迷魂汤 说着摇着老爹就开始撒娇 陆大可看出闺女的心思 故意逗她 那么心疼乔家呢 干脆 爹不你嫁回去 愿意不 你看你又来了 你看你看你看 你非要我借给乔家银子 可咱们跟乔家是非亲非故 那你要嫁回去 你去来给我借银子 那就另当别论咯 陆玉涵小脸一红 心里话总算被老爹给逼出来了 但陆大可可不做赔本的买卖 嫁闺女和借银子 毕竟是两码事 而且这银子可不是小数目 他还得看看乔治庸 有没有经商的本事 要是乔家的生意 一败涂地 不能其次回生 干嘛非要嫁给他呀 见老爹还是不怂口 陆玉涵恨恨的看了他一眼 气呼呼的跑了 陆大可赶紧让侯管家 去调查乔家 在包头的账 需要多少银子 才能翻身 可还没等他查清楚 乔家又遇到麻烦了 崔明九从达清口中 得知乔家还有银子 辨别出一条毒计 勾结土匪刘黑七 趁火打劫 乔家都要破产了 却还有人趁火打劫 曹掌柜一拍脑门 东家赶紧摇人啊 我当然知道要请标局 请标局你不得有银子吗 银子呢 乔治庸正我火呢 长顺顺口来的句 有银子也请不来 没人敢得罪刘黑七 乔治庸直接炸了 放屁 刘黑七怎么了 刘黑七怎么了 刘黑七不是人的 刘黑七不是吃饭呀 刘黑七爱刀不死啊 刘黑七 刘黑七怎么了 我也不信我治不了他了 反了他了 没有王反了他该 大哥头七还没出 刘黑七就来找麻烦 你说这事换谁人的了 在乔治庸看来 这根本就不是信标 这是落井下石的石头 这是往我乔治庸头上 拉着一刨屎 俗话说硬的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乔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靠外人已经不行了 乔治庸首持信标 动员所有男丁 是要跟刘黑七拼个你死我活 而且还当众下了战书 他要自个儿觉得自个儿是个英雄的话 三天之后 跟我在这儿会一会 他要是不敢来的话 他就是个狗熊 别说是五千两银子 就是五两银子 五抛牛粪 我都不会给他 到了晚上 果然有人敲门 乔治庸提刀就冲了出去 不料来的不是刘黑七 而是卖花生的孙茂财 孙茂财考试落榜 是来找工作的 顺便还乔治庸的人情 他已经看过剧本了 挽救乔家生意和对付刘黑七 其实没什么区别 问题的关键都在钱上 我在外面听说 达盛昌要吃你们家生 而且还要吃掉你们家的老宅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干嘛不用达盛昌的银子 先解解这燃眉之急呢 乔治庸忽然眼前一亮 第二天就把达庆找来 说要拿老宅做抵押 借三万两银子 崔明九担心乔家翻身 本来是不想借的 可一听是为了对付刘黑七 立马爽快的答应了 银子我能借 月薪一分二 一个月为限 到时候乔家还不上银子 就把他那老宅子顶给我 崔明九已经迫不及待 等着吃席了 可他不知道 就是这三万两银子 给了乔家喘息的机会 乔治庸立刻请来 带老英雄的三星标局护院 但这刘黑七还真不好对付 土匪都上墙了 哥几个还在吹销 颜师傅听到响动 是一丝冒财 别停 随即吹灭蜡烛 一招替云纵 飞身上防 跟蒙面人干上了 众人听到呼喊 立刻抄家伙动手 乔治庸在前院跟土匪火拼 常顺赶紧带人保护内宅 长顺一琢磨 也对 于是又带人杀回前院 保护乔治庸 双方短兵相接 整个乔家顿时陷入混战 在三星镖局的帮助下 土匪很快落入下风 颜师傅也越战越勇 三下五串 便将蒙面人撂倒 可摘下口罩才发现 这家伙不是刘黑七 刘黑七背后偷袭 颜师傅来不及躲闪 眼看就要嗝屁 幸好有人及时出手 救下颜师傅 同时还给了刘黑七 一个下马威 刘黑七当然认识 这可是他师兄 而且还提前打过招呼 让他不要插手乔家的事 代老本想刷脸平事 不料刘黑七不讲武德 喜欢走后门 乔治庸 带二驢 你们看 你们看 二爷 不好了二爷 二爷 刘黑七从后门摸进来 把大奶奶和警察少爷抓起来了 双方人马齐聚内宅 乔治庸不敢轻举妄动 但刘黑七也别想讨好 就在僵持不下之时 刘黑七感觉形势不利 便借口给代老面子退了一步 银子他可以不要 但乔治庸开直播 把他骂上热搜 这面子必须得找回来 你只要在你们家院子里 给我磕撒想投 我就放人 伙计们群情激愤 吵着要跟刘黑七拼命 但乔治庸却抬手制止 感情不是你们大嫂 大丈夫能屈能伸 只要能保住乔家 磕几个想投并不留人 于是一咬牙还真就给跪了 完事擦了擦额头 就跟没事人一样 刘黑七刚刚摆平 要债的又围住了大德星 曹掌柜正愁没办法 只见陆大可提龙驾鸟 大摇大摆的闯了进来 听说财神驾到 曹掌柜赶紧笑脸相迎 陆大可也不废话 他是为上次借钱的事来的 当时我为什么没答应 那是因为乔治庸的想法 我没弄清楚 那您的意思是 借了 曹掌柜喜出望外 还以为乔治庸跟陆玉涵的亲事要成 连小乔教啥都想好了 这一话说的都快成亲家了 还签什么合约呀 曹掌柜灵机一动 非得留他吃顿饭 我来给你送钱 你却惦记我闺女 那不行 陆大可赶紧开溜 临走还不忘留下条件 就在来之前 陆大可已经调查清楚 乔家要想翻身 至少需要50万两银子 这可是个好机会 正好趁机试探 未来女婿有没有经商的本事 于是只借了20万两 可即便这样 也够乔治庸折腾一阵子了 乔治庸拿到银子 正跟三星标局商定 如何安全的运送银车 远在包头的父子号 就送来了消息 事不宜迟 乔治庸准备明天就出发 但是在这之前 还得先搞清楚 包头的生意到底咋回事 按曹掌柜所说 这件事就是达胜昌 故意设下的陷阱 先是炒高高粱价格 信乔家争霸盘 然后再把手中的高粱 悄悄卖给乔家 更可气的是 他们还跟做烧酒马料的店铺说 不要买乔家的高粱 等大德星破产再抄底买入 乔治庸在江南用兵 天下钱粮吃紧 正是北方的准盖 叛乱的大好时机 你撇你细撇 乔治庸一琢磨 经过一番谋划 乔治庸一枣就出发了 但却没想到 刚出沙湖口就遇到了劫匪 商队走到半路 忽然遇到劫匪 众人紧张地四处张望 丝毫没有认怂的意思 可奇怪的是 劫匪却迟迟不肯露面 原来是虚惊一场 小伙名叫高瑞 今天等了一天 才遇到一家商队 闲得实在无聊 就开了个玩笑 乔治庸也不生气 反倒是一路上枯燥乏味 正好逗他姐姐闷 高瑞看老板不太想去 赶紧便是法的说好话 还来了段记性表演 乔治庸看这小子机灵 又听说他是从骑县逃难来的 就来了兴趣 晚上被老鼠吵得实在睡不着 正巧发现高瑞在看书 就想跟他聊聊天 谁知高瑞竟然把书藏了起来 见他死不承认 乔治庸玩心大气 随便翻看了一下 假装要把书收走 这下高瑞慌了 既然瞒不过只好承认 只求他不要告诉掌柜 但乔治庸还没玩够 这书是你的啊 我才不信呢 你一个烧火的能看货之列传 一听这话 高瑞相当不服气 俗话说 人不可冒想 海水不可斗梁 你这不小看人吗 甘罗十二岁为上青 唐人刘燕 七岁就做了唐明皇的汉林院正字啊 我怎么不行啊 又喝还一套一套的 乔治庸一下来了精神 非得要考考他 没成想 高瑞竟然对达如流 不仅让他刮目相看 我说你小子还在这瞎混什么呢 跟我一块坐满的得了 太史公写的这篇史记里的货之列传 就是专门讲坐满的 你跟我一块去 咱们一块干大奶奶 等将来让后人给你也立个转 不必你在这烧火墙了 有这种好事 高瑞当然求之不得 第二天就跟着上路了 但乔治庸还不知道 达盛昌已经给他挖好了坑 我现在在市面上广散消息 说乔家在齐县的产业已经破产了 别的地方的产业也抵押出去了 现在呀 福字号的股东都慌了 每天堵着福字号门口 要银子呢 好 这样就能耗掉乔治庸一半的银子 这人一进门就四处躲藏 刚找了个好地方 伙计就追进来了 你当我傻呀 这会儿出去不是找死吗 说着就要关门 马勋一看 大掌柜都不管了 那还玩个屁呀 马勋甩手就要出门 顾大掌柜赶紧把他喊住 啥玩意儿 我没听错吧 得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马勋提着包袱就要走 这下股东们更慌了 我们摆穿通的声音 跟你们福字号的声音 那都是你拉扯的 你怎么能走呢 不能走 你要走也行 把账给往清了 就在这时 乔治庸终于赶到 眼看福字号被围的水泄不通 他倒一点不着急 乔治庸 乔治庸不慌不忙穿上鞋 大摇大摆走进人群 当两名身份 立刻引来群体围攻 乔治庸抬手指向马车 告诉他们银子就在车上 本来已经掌控全场 不料藏在人群中的达胜昌二掌柜 趁机捣乱 这话一出口 等于不打自招 乔治庸立刻明白 昨晚的不速之客 就是达胜昌搞的鬼 不过幸好他早有准备 银车早就被调换了 见众人不相信 乔治庸大手一挥 几个大箱子被抬了上来 打开一看 果然是银子 股东们总算放心了 但乔治庸也是有脾气的 有钱也不给 就是玩 股东们灰头土脸的走了 但他们不知道 乔治庸可不是单纯的生气 解决完讨债风波 他还有更大的计划 乔治庸宴请全包头的商家 要出张了 乔治庸宴请全包头的商家 准备下一盘大棋 这次我拉了足够多的银子来 但是我目的并不是想和诸位清账 我清账你干嘛来了 我是想接着收高粮 一听这话 桌上的涮羊肉瞬间不香了 砸了一百万还不够 是不是有病 对 对 我们乔家有祖讯 做生意向来不能做霸盘 但是这回 为了我死去的大哥 为了我们乔家 也是为了我自个儿 这个霸盘我还做定 这口气我还不定了我 股东们一脸懵逼 你说要清账 我们来了 结果你又说要接着收高粮 这不耍我们吗 这得给我们这个做生意的一个说到过去的理由吧 谁知乔治用一挥手不谈了 你们要是非要让我说的话 那我只能说 我就打算在包头开烧锅子做酒了 股东们虽然心里打鼓 但想起昨天那几箱银子 只要乔家没破产 爱干啥干啥 再说了 乔家和大圣昌这么逗下去 露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听说乔治用要接着做霸盘 达生昌邱东甲完全不慌 他早就料到会是这样 所以在乔治用抵达包头之前 就已经做好了部署 达胜昌一边按兵不动 一边派人潜入父子号打探消息 不料恰好被高锐撞见 按照之前的计划 乔治用将计就计放出诱饵 崔明石一拍脑门 认为这事儿八九不离十 乔治用大张旗鼓收高粱 显然是盼着达胜昌 把手中的高粱全都卖给他 但邱天俊依旧稳如牢狗 管他朝廷发不发兵 先让你破产再说 乔治用撑了半个月 钱已经花了不少 可达胜昌却始终不上钩 眼看期限的账期就快到了 只能先赶回去 不料崔明九联合流黑期又来作妖 乔治用正烦着呢 长顺儿却唠叨个没完 你烦死了你 不是我就是说他 出去 哎哎 没成想 长顺儿竟把半天竟然说出一个惊人的消息 我在崔明九家见过他 他没没见过我 我给他认出来了 两人一愣神的功夫 长顺儿怕还要被打 赶紧捂着脑袋要跑 过过过过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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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顺儿小心翼翼把鞋子递回去 又战战兢兢的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 这回两人总算听清楚了 原来门口谈棉话的 是崔明九派来的奸细 孙茂财突然想明白一件事 刘黑七和乔家往日无怨近日无仇 那刘黑七找上门的时候 全齐县都知道乔家拿不出银子来 这是我老觉得奇巧 乔治庸当即明白 刘黑七是有人故意找来为难乔家的 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达盛昌的崔明九 乔治庸把信标往桌上一拍 那咱就拿这事试试 乔治庸故意放出消息 说明天要给股东们兑银子 可股东们已经等不及了 气势汹汹上门 一见面就围着乔治庸七嘴八舌吵个没完 托墨星子满天飞 乔治庸表示 疫情防控要注意安全距离 没有口罩就拿袖子来凑 达庆看闹得差不多了 才假惺惺的控制局面 说要代表大家提问 股东们这才散开 明天对银子的事真的假的 你觉着呢 达庆仔细端详着乔治庸的表情 你看你总挡着脸 也看不出你的表情 假的 对不对 你又骗我们了 对不对 见乔治庸不吭声 达庆表示知道了 这么多天 乔治庸一直在跟大伙唱空城记 实话跟大伙说了吧 你借到陆家的银子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去那趟包头 结果怎么样 挣了银子了吗 没有啊 还不是一个人光着屁股回来了 都说你们东口有生意 要是真有生意 还用跟陆家借吗 要是真有银子 项羽和商家们 还会急着跟咱乔家清账吗 就你的小手段 还能骗得了我 乔治庸见没人相信 直接登上椅子 把大伙聚拢到一块 表示说话算数 明天的53刻 会有银车到家 你们就准备好拿自个儿的银子吧 但是我丑话说头里 你们闹得凶的 我都记在心里 你明天就是 想不拿回自个儿的银子 都不撑 达庆还是不放心 陆大可可是山西第一口 他不相信陆大可会拿这么多自家的银子 替乔家填着无底洞 于是决定跟乔治庸打个赌 这人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拿脑袋做赌注 明天你这几十万两银子能回来的话 我愿意把人头说给你 这是你说的 乔治庸当即把话敲死 但达庆也不傻 要银子不到呢 我把我的头给你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乔治庸说完就走 假装溜弯 直奔门口的棉花摊 他知道达庆肯定会追上来 要个准信 见乔治庸不接话茬 仍旧跟老板闲聊 达庆急得不行 直接把他扯到一边 乔治庸却满不在乎 还故意扯高嗓门 达庆真是醉了 赶紧堵住他的嘴 但乔治庸却一把将他推开 又大大咧咧强调了一遍 就这么点事 银车路线 我能 我能不知道 长双也看不下去了 赶紧提醒他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达庆一直追到乔家 非得问个明白 你这有没有准 什么时候到 走哪条路 现在市面上可乱了 遍地都是绿林啊 另外 你又惹了流黑漆 做事更得加小心 知道吗 乔治庸正要开口 按照孙茂财的安排 长双赶紧跟他耳语了几句 达庆一看 在场一共就三个人 这不就防着我吗 非得知道他说了啥 他就是不想要把银车 走哪条路 啥时候到跟你说 我还没信过你 他先信过你 这狗头你说 长双直接傻眼 他说的根本不是这个 可达庆脾气一上来 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一巴掌扇过去 几下就给打跑了 狗玩意儿 什么东西你 龙套跑完就该正绝登场了 达庆看乔治庸没有说的意思 气得起身就要走 乔治庸看准时机 赶紧把他追回来 别人信不过你 我还能信不过你吗 别人不说我能不跟你说吗 长双急的刚要开口拦着 乔治庸一个鞋底就飞了过来 达庆还没出气 也跟着骂了几句 长双还想拦着 孙茂财赶紧提醒他 演得差不多了 乔治庸煞有介事 跟他耳语了几句 并且一再叮嘱 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事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你放心吧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出大事 你不会的 鱼耳顺利的放出去了 崔明九就算疑心再重 有了两边的消息 不信他不上钩 银车走到半路 突然被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 紧接着一群土匪呐喊着 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 但他们揪过着抢银子 却没注意到 压车的人已经不见踪影 刘黑七兴奋的打开箱子 结果万万没想到 不等刘黑七反应 官兵已经把他们团团围住 现在撤已经晚了 在三星镖局和官兵的联手之下 土匪很快招架不住 被包了饺子 刘黑七见识不掉 撒腿就跑 乔治庸追了一路 还是没能追上 二一次同时 股东们已经齐聚乔家 等着拿回古银 崔明九还以为 银车已经被劫走了 早早就来等着看好戏 可他毕竟不是乔家的股东 达庆觉得奇怪 试探着问了句 你是不是也觉得 这银车今天能到 到也不到 等一会儿 不就知道 这时候你 不会坏什么事吧 崔明九尴尬的敷衍着 他已经安排了一场好戏 演员已经到门前了 我 我是达圣昌的伙计 来找我们家大厂柜的 伙计一进门 就要拉崔明九出去说事 达庆看他着急的样子 感觉情况不妙 非得让他当面说 正中崔明九下怀 一听这话 大伙瞬间不淡定了 拉着火机不停的追问 只有崔明九有走到一边 达庆忽然想到什么 气冲冲的把他拉出来 甩手就是一巴掌 我问你 我家的银车 走老压山的消息 是不是你告诉刘黑熙的 达庆认定 乔志勇只把银车路线 告诉过他 他也只跟崔明九说过 然后刘黑熙就把车给截了 不是你告诉他 谁告诉他 眼看崔明九死不承认 达庆只能带人先去要银子 可刚走到门前 却发现乔志勇正蹲在那 顺着马边看过去 几辆银车正往这来 众人难以置信的跑去查看 见真有银子 这才放心 但乔志勇却不急着分银子 一把搂住崔明九 眼看阴谋败露 崔明九正准备开溜 却被乔志勇一把耗过来 乔志勇让人抬过来一个箱子 里面绑着一个人 正是崔明九派去勾结土匪刘黑七的 眼看被狗咬 赶紧咬狗一口 崔明九已经慌了神 开溜不成还想求放过 乔志勇懒得搭理他 一队官兵围上来将他们押走 崔明九已经吓得浑身发抖 可到了这个时候 竟然还反咬一口 诬赖乔志勇翻脸不认人 解决完崔明九 乔志勇忽然想到 还有个赌注没收 银子也到了 你的头是不是得给我了 对 把脑袋留下了 别别别别 别不够道 这个啊 我是读书人 我全职这头啊 到那什么时候考官呢 可是我们读书人说话是算数的 我们吐骨吐沫在地上能砸一个钉子 你这脑袋非给我不靠 达庆知道乔志勇是在逗他 不会真要了他脑袋 可他为了一万两股银 天天窗躲股东们讨债 还要把乔家老宅给卖了 这些乔志勇可是看在眼里 还是免不了挨几鞭子 痛快 大奶奶以为包头的事解决了 乔家终于得救了 正跪在地上告慰乔志广 却不知道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 乔志勇已经没办法了 可大奶奶还没缓过神来 曹掌柜又跟他说 乔志勇这次去包头 不但没挣到银子 反而把运去的银子 基本都套牢了 这个事不知道 陆老东家哪听说了没有 反正啊 再借银子没门 没有银子 乔家就只能等死 那可不成 大奶奶忽然想到 乔志勇这次去包头 搞得神神秘秘 或许陆大可还不知道 背后的真相 去找陆东家 这次不借银子了 向他提亲 趁陆老东家 还没弄清真相之前 你现在 就去登门打谢 赶紧提亲 陶掌柜没想到 这次提亲异常顺利 陆大可竟然毫不犹豫 一口就定了婚事 可乔志勇听说以后 直接暴走了 听说被大嫂包办婚姻 乔志勇都快气疯了 你干的好事 你干的好事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跟雪英的事 大嫂当然知道 可她不能看着乔家 就这样破败 像太古陆家借的银子 你拿什么还呢 现在山西有哪家 还肯借给咱们家一两银子 别人以为你拉回来的 全是银子 可没人知道 你后头拉的都是石头啊 大嫂并不相信 乔志勇能凭空变出银子 之前是没办法 救不了乔家也就认了 可现在有办法了 大嫂知道她委屈 可现在挽救乔家才是最重要的 只要娶了陆家小姐 陆大可肯定不会看着女婿破产 乔家才能躲过这一劫 但乔志勇根本听不进去 抓起茶杯狠狠的摔了个粉碎 乔志勇已经失去理智 不管大嫂说什么 她就三个字 我不管 随后不顾一切的冲出门去 头也不回的扎进卧室 再也没有出来 直到长说来报 不好了 大奶奶死过去了 你快去看看吧 乔志勇赶紧来到大嫂床前 摸了摸迈想 这才放心 可大嫂却转过头去 不想见她 乔志勇无奈正要离开 屋里的下人却突然跪下 求她答应迎娶陆家小姐 乔志勇不管不顾 正要出门 却发现门外也七刷刷 跪倒一片 她定了定神 仍旧一声不吭的 穿过跪倒的人群 静止回到卧室 曾经就在这间屋里 将雪莺坐在对面 剪着窗花 开心的拿给她看 两人嘻嘻打闹 一起将鸳鸯贴在窗上 互相许下终身 可如今鸳鸯还在 江雪莺却不在身边 乔志勇看着鸳鸯 苦苦思索着两全的办法 可一连几天过去 仍旧毫无头绪 而就在她摇摆不定之时 孙茂财却突然要走 好兄弟突然要走 乔志勇赶紧拦着 见她不说原因 坚持要走 乔志勇也来了脾气 这顶帽子 孙茂财表示不背 赶紧追上去 耿着脖子 非得跟她掰扯掰扯 乔志勇不由分说 拉着辫子就把她拽回屋里 非让她把话说清楚 孙茂财告诉她 当初之所以留下来 就是看她为了家人 可以给刘黑熙下跪 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孙茂财告诉她 当初在包头能做的都做了 现在乔家挣不到银子 他在这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他不想看着乔家老宅被人收走 更不想看着乔家破产还债 乔志勇听出他话中的意思 却还是吵着不管 孙茂财愤怒的一把耗住他 你以为乔家的生意 不是你自己的 你这样做 就是对乔家不负责任 你想过没有 乔家上上下下 十几间铺子养活了多少人 还有和乔家有生意往来的人 又有多少 孙茂财知道 乔志勇从小被哥嫂养大 可眼下乔家危难 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乔志勇还在痛苦纠结 大嫂听到争吵 直接冲进来跪下 眼看大嫂跪在面前 不停的磕头 乔志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经过一番痛苦挣扎 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 大婚在即 乔家依旧被乌云笼罩 而陆家却一片喜气洋洋 山西第一抠终于要大出血了 山西第一抠终于大放了一回 他这辈子都没花过这么多钱 杭州丝绸 苏州被命 豆采花瓶 雕花端艳 象牙雕花笔筒 景德镇豆花瓷瓶 个个价值连城 陆玉涵穿上大红嫁衣 正高兴的清点嫁妆 却忽然发现少了一样 翡翠玉白菜是母亲留给他的嫁妆 必须得戴上 等一切准备妥当 陆玉涵跟老爹辞行 依依不舍的出了家门 这个苦逼脸就是新郎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陆玉涵高兴的跨进乔家 而他的情敌江雪英 却直接昏死过去 等醒来的第一句话 就是让丫鬟把玉环带给乔志勇 乔志勇收到玉环时 正巧被大嫂看见 但大嫂并没有阻拦 反而让她赶紧去 大嫂知道他们情深意重 觉得对不起江雪英 既然有缘无分 去做个了断也好 大嫂并不担心这个 因为她知道 乔志勇不会为了一个女人 抛下另一个刚娶进门的女人 大嫂说完就让长双去套马车 江雪英已经准备好私奔了 可乔志勇看着手中的玉环 却还在犹豫 此时的陆玉环还不知道江雪英的存在 正坐在新房里偷吃点心 碎渣撒了观众一脸 可一直到了晚上 乔志勇却始终没有出现 正说着呢 门外传来脚步声 乔志勇终于来了 但陆玉环不知道 他还会走的 洞房花烛夜 红盖头接到一半 新郎却突然跑了 陆玉环一把掀开盖头 望着风一样的乔志勇 不知道他抽什么风 陆玉环心里乱得很 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可等明珠一打听才知道 陆玉环整个人都不好了 没想到他一直以为的两情相悦 竟然是自作多情 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乔志勇已经喝得烂醉 被嫁回洞房 陆玉环在床前守了一夜 也想了一夜 直到乔志勇醒来 才慌忙的收拾情绪 乔志勇想起昨晚的事 知道自己不是玩意儿 透过指缝观察陆玉环的神态 见他平静的下人 随便找个理由就想开溜 却没想到 陆玉环不但一个字都没提 还给他找了个再合适不过的理由 我听爹说 你做生意是很有本事的 很快就把包头的事给摆平了 可进了门我才知道 事情没那么简单 看得出你的压力很大 陆玉环给他递了杯茶 便顺着自己的猜测 开始打听乔家的生意 乔志勇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告诉他 要想挽救乔家 至少需要五十万两银子 陆玉环当即明白 自己不过是乔志勇 用来借钱的工具 但陆玉环也没把话说死 可既然要借钱 肯定得有抵押 不料乔志勇又说 乔家的十七处生意 早就抵押过了 乔志勇被怼得无话可说 但陆玉环心里清楚 自己才是真正的筹码 虽然他不愿接受 可既然已经结婚 就是利益共同体 于是话锋一转 三天之后 二爷必定要跟我一起回门 到时候 我再问我爹 借银子好吗 好 新媳妇带着女婿回门 可老爹却并不高兴 他们哪是来给我心理的 全又是来借银子的 陆大可一进门 故意游走到女婿面前 乔志勇定睛一看 这老头好像见过 我觉得您就是 认识就好 坐吧坐吧 侯管家 你不是说 他们要给我经理吗 快点吧 陆大可已经迫不及待了 到底还是高兴 可刚行了一败 就坐不住了 行啊 意思到就行了 侯管家并没有领会精髓 继续Q着流程 三败刚刚结束 陆大可怕他们借钱 起身就想开溜 陆玉涵见乔志勇 拉不下脸来 便赶紧追了上去 眼看躲不过 陆大可也不装了 当初跟乔家曹大掌柜说好的 直接给他们20万两银子 陆大可转身就走 可终究还是不忍心看着闺女出去要饭 而且他早就料到 闺女一旦嫁过去 早晚都会来这么一手 便没再坚持 眼看老爹松了口 陆玉涵赶紧奉上一杯茶 趁旁骑驴 可他不知道老爹要的可不是这个 陆大可来到书桌前 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故意拿枪拿掉 问他要借多少 爹你甭怕 我们借的不多 20万 20万两银子就行了 20万可不够 陆大可早就算过了 出去之前借的20万 乔家要想翻身 至少还要30万 这笔钱他可以借 但丑话得说在前头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好借好还 否则乔家 十七处生意 我全部收回 陆玉涵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没想到 老爹竟然也想吃掉乔家 陆大可也不否认 拿起笔来写下一个伤字 再次提醒他 伤人就得按伤道的规矩行事 我又没强迫你们借 不愿借可不借 话说到这份上 陆玉涵便知道 只靠球是没用的 必须得反客为主 于是转身就走 果然他急了他急了 陆大可一看 真不急了 那可不成 你要明白 在这种时候 齐太平三线 谁愿把银子借给你们乔家 眼看老爹十拿九稳的样子 陆玉涵趁热打铁 乔家是没有银子 可这会儿乔家 还有女儿带过去的嫁妆 陆大可先是一惊 但很快就安心的坐了回去 就你那点嫁妆 哪怕再怎么之前 也填不了乔家的窟窿 可他忘了陆玉涵手上 还握着一张王牌 新媳妇为了给婆家还债 竟然要把祖传的翡翠玉白菜 拿去当了 陆玉涵还没想到 还有意外收获 这下筹码更足了 你是借银子 还是想让我把这颗玉白菜拿去当了 你 你说我怎么养了 你这辈子 好闺女 陆大可气的转身走进里屋 过了好一会儿 终于长叹一口气 爹输了 也借给你们 成功借到银子 陆玉涵知道老爹心在低血 赶紧拿来一个包裹 安慰他受伤的心灵 这是我答应给您做的棉袜子 疯了 你拿着 这是你儿立篇笑心吗 爹 待会儿我去后门 跟几个家人打个招呼就走了 您肚子不好 让他们多想着点 别吃凉的 啊 啊 知道了 去吧 陆玉涵走后 陆大可随手把袜子丢在桌上 又忍不住拿在手中 仔细的端详 可又想了想 毕竟是自个儿养的闺女 也就不那么心疼了 但这个亏不能白吃 陆大可收拾好情绪 来跟乔治庸签合同 既然借款多了 只抵押17处房产 当然不够 利息也得跟着涨 全部变成五分利 半年内还清 成不成 你可要想好了 半年内要是还不清 那买卖还就全部收回了 面对这种不平等条约 乔治庸根本没得选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可正当他闷在屋里 给老丈人画圈时 孙茂财看完合同 却连连叫好 如果你们是陆老东西 你们会连这样的一纸合约都不签 让你的女婿白白拿走三十万两银子 经思茂财一提醒 乔治庸终于明白 陆大可是有意将他一军 逼着他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把败局给搬回来 顿时心情畅快许多 可生意上有了其色 家里却还是一团乱麻 陆玉涵一回来就收拾东西 要休了乔治庸 新媳妇刚结婚三天 就申请离婚 给情敌让位 新郎不留也就罢了 还在背地里埋怨他心机太重 相比之下 大嫂就明事里多了 你以为你自己多高尚 洞房花卓业 你不干正事 还跑出去找初恋 换谁不得抽死你 可人家不但啥都没说 还帮你跟老丈人借银子 你说这也是为啥 为什么 为了你 他不仅是咱家的媳妇 他更是咱们家的大恩人 但乔治庸还是振振有词 在他看来 这三十万两银子 是他用乔家的十七处生意 和高额的利息换来的 不料大嫂却告诉他 没有陆玉涵的翡翠与白菜 这些东西狗屁不是 你但分还是个男人 就该替乔家的祖宗和子孙 向这个女人下跪谢恩才对呀 在大嫂的剧透下 乔治庸终于意识到陆玉涵的好 冲回房间 表示绝不休憩 见陆玉涵并不相信 乔治庸二话不说 从辫子上剪下一缕头发 咱也不知道为啥 反正是把陆玉涵感动的一塌糊涂 乔治庸被赶了出去 等待进来 房间已经被重新布置了 陆玉涵重新换上嫁衣 蒙着盖头坐在床上 乔治庸明白他的心思 干脆利落的掀开盖头 直到这一刻才发现 好像在哪见过他 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乔治庸都看呆了 直接拱了进去 打了一晚上扑克 感情迅速升温 但乔治庸还不知道 陆玉涵不只能借钱 还能办大事 包头父子号再次面临崩盘 按照之前没完成的计划 乔治庸需要有人 去北京的经商圈子传个消息 还不能让人知道 跟乔家有关 陆玉涵当即明白 陆玉涵只用几天功夫 就成功把假消息放了出去 乔治庸重回包头 而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恶战 一根烤羊腿 几点小菜 外加一壶美酒 面对这样一桌美味佳肴 乔治庸却丝毫提不起兴趣 他想不明白 朝廷发兵准盖尔的消息 已经透过去好几天了 达胜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孙茂才却一点不担心 拿起小刀毫不客气的开吃 见乔治庸没听明白 孙茂才一边搁着羊腿 一边解释 乔治庸表示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孙茂才放下小刀 又给他讲了个小故事 从前有一位人公子 在浙江的惠基山上钓鱼 他用五十头牛做鱼饵 用这么大桶 然后呢 他就把这钓丝 和五十头牛 都整到东海了 整整一年过去了 在海面上 风平浪静 一丝薄味都没有 乔治庸有些明白了 一边琢磨 一边接着往下讲 讲到这里 突然来了精神 这条大鱼有多大呢 这么说吧 这条鱼一上钩 整个东海都波涛汹涌 白浪滔天 海水都从海里移出来了 说到兴奋处 张开大口 狠狠的撕了几口羊腿 连刀都懒得用 就像要把达胜昌生吞活泼了 酒毒饭饱后 乔治庸把铁信石叫来 交给他一封密信 你务必在三日之内 给我把他送到二奶奶手里 以后的事 你就听他的吩咐 我已经让长川和高锐 把你的马牵到城门外头了 悄悄的走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乔治庸依旧按部就班收高粱 除了频频涨价 还故作轻松 跑去市场上买马玩 这让父子号的几个掌柜 都不得不相信 朝廷攻打准盖的消息是真的 当然乔治庸的目的 不是迷惑他们 而是做给达胜昌的奸细看的 可是一连几天过去 能做的都做了 达胜昌却还是没有动静 而就在他心神不宁 已经毫无办法的时候 高锐却带来一个提神醒脑的消息 我看到那个崔明石 就是那个达胜昌的大掌柜出城了 奔哪条道去了 关道 最大的关道 奔京城方向 不用说就知道 肯定是到京城 打探朝廷发兵的消息去了 我上钩了 而与此同时 铁信石也终于把密信送到 陆玉涵看完立刻出发 还得从银行提点钱出来 闺女一进门就到处打扫 这可把老爹吓坏了 闺女别别别别谢了 闺女 哎呦 上我那双毛袜子 我就 这回你又收拾屋子 不行 颓废银子 不行不行不行 陆达可吓得 赶紧把鸡毛袋子拿走 陆玉涵却又抄起一根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还得张口再向您借30万两 什么什么什么 你还 你还 你还借30万两银子 上回你借那50万两银子 还没还呢 我哪个人弄银子去 没有没有没有 陆玉涵才不相信 倒上一杯茶 跟老爹反复强调 乔治庸在包头 跟达盛昌争高粮霸盘 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非常需要这笔银子 但陆大可就一句话 眼看老爹见死不救 陆玉涵把茶杯一摔 做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 陆玉涵起身就要出门 陆大可却拍桌地表示 这种小伎俩吓唬谁呢 既然敢把银子借出去 就肯定能收得回来 第一回合宣告失败 陆玉涵又戏精上身 摆出一副可怜样 直接在门口哭了起来 陆大可眼前一亮 顺势先答应下来 想把玉白菜框到手 但陆玉涵也不傻 为防老爹使诈 必须看着银子出门 才能给他 陆玉涵彻底没了办法 索性真哭起来 陆大可越劝 他哭得越起劲 眼看老爹还不松口 陆玉涵直接跪在地上 摇着老爹耍起无赖 陆大可哄了半天都没用 索性一甩手不管了 第二回合再次宣告失败 但陆玉涵就是不信邪 既然哭不管用 那就闹 亲闺女为了给婆家借钱 竟拿着鸡毛胆子 追着老爹打 陆玉涵把鸡毛胆子 扔得满屋都是 陆大可好不容易拦下 他又抓起茶杯扔了过去 陆大可表示惹不起 纯准机会就往里屋跑 可陆玉涵却又追上来 隔着门板跟他较劲 非得拿到银子不可 无奈之下 陆大可只能抛出一个重磅消息 陆玉涵终于不闹了 陆大可这才告诉他 要不是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人家才不会那么痛快就答应 帮他散布假消息 而且他已经打听过了 就你们传那个消息 在北京的山西山口里都传遍了 我估计 包头的山口 也快要知道了 正说着呢 突然一阵腿疼 陆玉涵赶紧扶他坐下 一边说好话 一边殷勤的帮忙捶腿 我就看不上 你这胳膊肘往外摆着劲 你说你 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 得知老爹一直在暗中帮忙 陆玉涵以为借钱的事稳了 不料陆大可却摇了摇头 还是不能再借给你们三十万两啊 爹 我借给你们五十万两 真的 陆大可早就算好了 就算达胜昌 把外地的银子全都拉回包头 撑死也就八十万两 如果他借给乔治庸三十万两 最多也就打个平手 我要借给你五十万两 加起来 一百万两 准能打败他 陆玉涵没想到 老爹一直在背后默默的运筹帷幄 而陆大可之所以故意说不借银子 也不过是想让女儿多待一会儿 其实早就给他准备好了 但嘴上还是不承认 高兴啥呀 爹这么做 纯粹是为了保住我那五十万两 白花花的银子 要不然 都不值了 值值值值值 舒服舒服 这生意做的 无底洞啊 陆玉涵接来银子 就让铁信石连夜送到包头 可身在包头的乔治庸 却并不知道陆玉涵能不能接到银子 眼看带来的三十万两 只剩下一箱 乔治庸都快自闭了 竟然打起了退坛骨 一大盘热气腾腾的手抓羊肉 扑面而来的浓郁肉香 缠着孙茂财鼻子都快拱进去了 拿起小刀迫不及待就要开尸 可乔治庸却没精打采 根本没有食欲 孙茂财真是醉了 干不下去就直说呗 还拿银子当挡箭牌 既然你这么拧巴 我来帮你花条道 于是把羊肉往嘴里一塞 拉着乔治庸就要回旗县 可包头的事没解决之前 乔治庸哪有脸回去啊 经他这么一闹 乔治庸又哭又笑 总算把情绪释放出来 而就在银子见底之前 铁信石也终于带着50万两 及时赶到 乔治庸不再压力山榻 继续按照计划收高粱 而且又把价格提高了一分 时刻注意达盛昌的动向 跟陆大可料想的一样 北京的山西商号很快传来 朝廷发兵准个耳的消息 可邱天骏依旧稳如牢狗 非得等催鸣时的准信 此时 崔明石已经到了兵布侍郎王贤府上 看在同乡的份上 王贤斩钉截铁的告诉他 这个消息肯定是谣传 但王贤还是很严谨的 不等崔明石高兴 又补充说 消息虽然是假的 可会不会发兵鬼才知道 这下把崔明石彻底搞梦圈了 只能先赶回包头再说 而与此同时 父子号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高高粱价格 邱天骏终于慌了 听说达盛昌又派人去了京城 乔治庸就知道 这老头快沉不住气了 孙茂财眼看时机成熟 终于拿出了压箱底的妙招 冬家皇上准备攻打中国而不 我们光给大军准备粮食是不够的 还要大量的准备满草 哎哟这招太损了 我现在知道谁最坏了 太坏了你 孙茂财知道 邱天骏可是个老油子 所以还得想办法 把这事做真了 做足了 做大了 坏 太坏了 又坏又聪明 我自己人想起我自己人 我都觉得我可怕 计划说来就来 这次非得让达盛昌上钩不可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惊醒了整个大院 哎呦真的吗 太好了 我就等着这个呢 这话让商号里的内奸 听了个清清楚楚 内奸赶紧爬起来 听到报信的人进了屋 便披上衣服 假装在门口抽烟 看到高瑞出来 连忙问他咋回事 确认没有听错 立刻抛出右耳 这个是个发大财的机会啊 见高瑞不信 内奸急了 一把拉住他 小心的环顾四周 你今天晚上把信偷出了 你今天晚上把信偷出来 连你送到达盛昌 至少可以换五百两银子啊 五百两 高瑞犹豫了一下 很快就见钱眼开 好 豁出去了 东西好像也困得不行了 我再进去一趟 没过一会儿 高瑞顺利的把信偷了出来 内奸转头就去报信 却不知道一切都是提前写好的剧本 内奸一路小跑 把信送到达盛昌 邱天骏看完 深信不疑 以至于听完崔明石带回的消息 便主观的认为 朝廷发兵准个儿乃是军机大事 怎么会轻易透露给商人 王显能透露朝廷可能发兵 就等于把什么都说了 崔明石这会儿倒是变聪明了 提醒邱天骏再想想 不就是高粱吗 就算让乔治庸做了把盘又能咋叠 可邱天骏却认为 现在已经是了先机 再不下手就来不及了 而且他看中的根本就不是利润 第二天一早 乔治庸还在梦中 顾大掌柜就兴奋的冲进来 说达盛昌一反常态 开始高架抢购高粱麻草 乔治庸立马来的精神 却强行压住内心的喜悦 让顾大掌柜继续收高粱 顾大掌柜想趁机把高粱脱手 但乔治庸知道 眼下正处在关键时刻 一不小心就会引起邱天骏的疑心 导致整个计划前功尽弃 等其他人一走 乔治庸终于长舒一口气摊在床上 我大哥的眼睛可以闭上了 眼看达盛昌已经入局 孙茂才知道是时候准备脱坑了 董家再坚持几天 我们露点破绽给他们 剑内奸正在门口偷听 自茂才示意乔治庸可以开始表演了 马三兄 我那封重要的信你给我搁哪儿去了 我这不找半天我没找见啊 信 啊 哎呀丢了吧 哎呀不就是封信吗丢就丢了 我知道你心里啊还想再多看两眼高兴高兴 哥俩眼子正开心 孤大掌柜突然急匆匆的赶来 这几天各地又收高粱又收麻草 银子已经没用了 乔治庸故意扯包嗓门 让他别着急正在筹划银子 怎么 上次拉来的银子都用光了 门外的内奸听得清清楚楚 赶紧回去灵赏 推明时收到消息迫不及待跑来报喜 乔治庸没银子了 你说什么 我不出东家所料 乔治庸虽然让各店继续抬高市价 收过高粱和马料 可他已经付不出现银了 邱天俊果然中计 得意的认为胜券在握 到底将还是老的了 得知达胜昌已经铁了心要争霸盘 乔治庸意识到 机不可施时不再来 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立刻让顾大掌柜 把各店囤积的高粱和马草 通通卖给达胜昌 见他们一再叮嘱要做的滴水不漏 顾大掌柜忽然醒悟 原来一切都是作局 当即表示让他们放心 顾大掌柜走后 哥俩终于憋不住了 抓起桌上的旗子 互相扔来扔去 激动的像个孩子 高兴的满床打滚 等平静下来 乔治庸诚挣承的向孙茂台 行了个跪拜大礼 表示对他的感谢 几天之后顾大掌柜跑来报喜 傅子号囤积的高粱马草 已经全都卖给了达胜昌 东家 高粱都卖了 傅子号活了 傅子号活过来了 傅子号活了 傅子号活了 傅子号彻底转位为安 可乔家跟达胜昌的恩怨还没了结 他要让达胜昌死无葬身之地 公司刚摆脱破产 老板就要大肆挥霍 顾大掌柜不太明白 上次请客是忽悠股东 给达胜昌挖坑 这次又要干啥 我要让他们明白 现在那些高粱和马草 都已经到了秋天郡那了 如果他们有谁 愿意去和达胜昌倾账 快去 而且我还会告诉他们 朝廷发兵准格尔部的消息 是假的 这招太狠了 坑人家破产不过瘾 还要拉出来鞭尸 但顾大掌柜相当高兴 他早就想出口恶气 我去是他们掐住我们的脖子 这会儿我们得了事 掐住他们的脖子了 我要掐死机会 让达胜昌死无葬身之地 完了 这俩人已经杀疯了 孙茂才察觉要出大事 赶紧拦下顾大掌柜 回头就来劝乔治庸 可怎么才能让他听进去呢 孙茂才一开口 就顺着乔治庸的心思 骂达胜昌不是玩意儿 不但给负责号挖坑 还间接害死乔治广 乔治庸是谁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有恩必赏 有仇必报 把他弄死 没毛病 乔治庸听的那叫一个叔父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 不料孙茂才突然来了个但事 但事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见乔治庸听进去了 这才转入正题 咱山西老乡 为什么能把生意做这么大 不就靠互相帮衬吗 乔治庸越听越不是玩 你呀这哪头的 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听到争吵 几个掌柜赶紧冲进来 但他们不是来劝架的 而是力挺乔治庸 非得把达胜昌给办了 替乔治广报仇 这时一个小伙计 却突然跳出来 提了个尖锐的问题 乔治庸直接就暴走了 这小伙计竟敢当众质问老板 这话精准的戳中乔治庸的内心 怒气直接拉满 无差别攻击 我是来报丝绸的 也是来做大生意的 不可以呀 死的不是你们的大哥 你们一个一个站在这出话 不腰疼 咱们就没人站在我这 替我想想呢 眼看乔治庸已经失去理智 众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孙茂财 孙茂财一开口 就是老阴阳师了 咱们来就是替你大哥报私仇的 商人之间就应该儿与我诈 什么商业的秩序 什么乔家的家训 那都是扯淡 你不报仇 能对得起死去的智广东家吗 对得起那乔治庸经商以来 对不起的女人了吗 嘿我这暴脾气 你这不阴不阳的 你说谁呢 我说你呢 我辜负谁了 江雪英 这三个字一出口 乔治庸心中的怒气荡然无存 理智重新占领高地 眼中闪着泪花 终于收起桌上的匕首 大伙吵了半天 还不如一个江雪英 早知道直接摇人儿得了 经过一晚上思考 乔治庸终于放下仇恨 可要想救达圣昌 也没那么容易啊 总不能砸钱转吆喝吧 就在这时 马群带着一顿高粱赶来 您看看这高粱和其他高粱 有什么不同 马群告诉他 去年高粱长虫收成不好 今年高粱又长虫 等到了春天一开价 高粱一定会大涨 咱再从达圣昌 低价收回来一部分 肯定能大赚一笔 乔治庸顿时豁然开朗 转头就去达圣昌 回收十万两银子的高粱 跟秋天骏赔礼道歉握手言和 秋天骏赶配于他的胸怀 敲锣打鼓亲自上门致谢 表示要携手重建商界秩序 可是一波钢瓶一波又起 乔治庸正在逛街 忽然听到有人议论 乔治庸火器上头 二话不说就往店里冲 不料差点被伙计给开了瓢 苏大强买油太豪横 一言不合就给破了一地 你干嘛呢你 你等着 你这胡麻油里掺东西了 不好 掺东西怎么了 怎么了 就是一些败家子 伙计们一拥而上 非得要揍他 乔治庸听到争吵 赶紧冲过来 火鸡根本不信 两手一揣态度很刚 他是乔治庸 我还乔治广呢 大掌柜赶紧冲过来拦着 一看老板驾到 脸都绿了 赶紧让伙计道歉 但乔治庸根本不搭理他 指着大掌柜鼻子一顿筹码 你这通顺店里 怎么会有这样的伙计 他学过透明 你们都干什么吃的 你们都是 但这还不是重点 乔治庸把人都叫进来 非得查一查 通顺店的胡麻油里 为什么有菜籽油的味 大掌柜愣在原地 一脸懵逼 众伙计也面面相去 沉默不语 乔治庸一看 到了这份上 还不肯说实话 重伙计慌得一批 但却不敢说话 只是淒淒的看着二掌柜 眼看混不过去 二掌柜只好承认 是他跟几个伙计 贪图小利 把卖不出去的菜籽油 对进了胡麻油里 为了挽回乔家的声誉 乔治庸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连夜张贴告示 仓库里的胡麻油 一文钱卖给人做灯油 凡是买到假货的 不但全额退款 还给低价换新 消息一夜之间 传遍大街小巷 得到顾客一致认可 乔治庸当街赔礼道歉 表示绝不收卖假货 经过这件事之后 不止乔家父子号 其他商号也不敢再卖假货 但崔明石却敏锐的察觉到 乔治庸这么一整治 他们自己人肯定得乱 正是挖坑的好机会 放出话去 就说只要离开赴圣姑 到我们达圣昌来 一律每人每月 加两千银子的薪金 把他那儿能干的伙计 全给我挖过来 我看他乔治庸 一个人怎么唱这出戏 很快乔治庸手中就堆满了辞职信 但他唯一在乎的却只有一个小伙计 亲戚被老板开除 大掌柜很生气 但光他生气可没用 两个小弟顿时慌的一批 赶紧让大哥拿主意 我的意思是咱们绑在一起 慈好 一听这话 小弟们更慌了 没了工作拿什么养家 你还真的以为他让他们都慈好啊 那谁当掌柜的 他自个儿连账都不会看 还能带着包头 自个儿当那个掌柜的 意见达成一致 顾大掌柜 二话不说 就掏出一堆辞职信 好嘛 不光他们要辞职 还拉着一帮伙计店呗 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 可临到门前 顾大掌柜还是怂了 只把伙计们的辞呈交了上去 想让乔治庸知道 他这个大掌柜有多重要 但他不知道 乔治庸在乎的只有一个 你也要慈好 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谁委屈你了这是 马巡也不说原因 就是非走不可 乔治庸一生气就给准了 可不等马巡出门 孙茂财突然插了句 我昨天看了电规 伙计要慈好 东家说了可不算啊 那得各大掌柜 和股东说了才算呢 这么扯淡的理由 乔治庸当然明白 于是让马巡先回去等消息 我差点犯了个大错误 可不怎么着 多亏你了 孙茂财早就打听过了 让谁走 马巡也不能走 别看他只是个跑街的 店里七八成的客户 可都是他拉来的 别人我不知道 就马巡 那我可听说过 全包头 这钱庄的大掌柜 都瞧着咱们负责号眼红 这么抢手的人才 乔治庸肯定不能让他跑了 于是隔天就请马巡吃饭 话说到这份上 马巡也不藏着掖着了 背景离乡出来混 为了啥呀 不能带家眷 不能喝酒 还不能看片 不都是为了赚钱吗 但乔治庸想问的不是这个 马巡真是醉了 你是老板吗 掌柜的工资高还有分红 谁走谁有病 说到这儿 乔治庸已经心中有数 既然是钱能解决的事 那都不算事 但是这钱该怎么花 他还想听听大掌柜的意见 销灌员工要离职 老板想让CEO 想办法把他留下 可在CEO看来 这后浪早晚把钱浪给拍死 这个马巡呢 我早就觉得 他不会做生物 要是我 就让他走 为什么 铁大的商好流水都火去 店里少了谁 只要有掌柜的 都不是做不成生意了 乔治庸耐着性子又重复了一遍 可能你没听明白啊 我是想把他留下 可顾大掌柜坚决不同意 我父子号别的没有 这人有的事啊 一来生意场上 只有伙计求掌柜的上饭吃 还没听说过 哪家掌柜的 死去白来去求一个走掉的伙计 再回来 乔治庸实在听不下去了 一个CEO不但识人不明 而且看着人才流失 竟然一点不心疼 可你别忘了 你在我这儿也是个伙计 顾大掌柜没料到 乔治庸竟然这么不客气 顿时也来了脾气 顾大掌柜自心的认为 乔治庸不敢动他 可乔治庸一听这话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早就调查过了 最近发生的许多破事都跟这位顾大掌柜有关 看来是时候整顿一下了 于是第二天就召集全体掌柜开会 当场定了他几大罪状 随后鞠了一躬就把他给撤了 顾大掌柜一脸懵逼的接过批红的辞职信 心里骂着乔治庸八辈祖宗 小弟们一看 要挟不成反倒成了针 反乔联盟瞬间土崩瓦解 但解决完这个 乔治庸还有一件大事要办 他要给伙计们也顶一份身骨 可众掌柜不乐意了 乔治庸并不意外 在他看来有没有先例倒无所谓 至于第二条嘛 只要在电规中写明火机不服从管理 掌柜的有权开除就行了 有了明文规定 掌柜们也不再反对 乔治庸趁热打铁 又重新修订了20条电规 总算化解了副生工的离职潮 那么问题来了 顾天顺毕竟在乔家干了40年 该怎么善后呢 大掌柜的位子空出来了 又该谁来接呢 董事长竟然向一个小员工 咨询公司未来的发展计划 马寻觉得自己只是个伙计 没资格谈论这些 可既然老板问了 他就当随口一说 马寻越说越兴奋 乔治庸越听越认真 这样一个天马行空的宏大构想 让乔治庸觉得 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非常确定 这就是负责号需要的人 你说我要是 我就让你现在做负责号的大掌柜 你敢不敢 马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大掌柜一直是他的梦想 可28岁的年纪当大掌柜 他想都不敢想 但在乔治庸看来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他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必须把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生意 都给我做成了 嗯 东霓您放心吧 一年不成咱就两年 两年不行 三年五年十年 我马寻要是不把这千里蒙古草原 变成我们负责号的大商铺 我 我死不瞑目 一言未定 一言未定 到了宣布人选的日子 乔治庸不顾众人反对 涉谈败将 一个跑街的小伙计摇身一变 成了负责号大掌柜 等到仪式结束 马寻掏出一份名单 当场开除了几个部署店柜的掌柜 其中就包括刚被撤职的顾天顺 顾天顺实在待不下去了 却没想到 马寻一把将他拦住 行了个跪拜大礼 马寻拜完 乔治庸还有话说 他知道顾天顺是个孝子 所用的人都是老娘所托 所探的银子也是为了给老娘治病 虽然违反了电规 可看在他为附生宫干了40年的份上 乔治庸承诺薪水分红照旧 而且还给他买了处宅院用来养老 顾天顺感动的痛哭流涕 马寻顺事宣布新电规的第21条 解决完包头的事 乔治庸留下一块牌匾 便踏上了返程的马车 却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老丈人的一顿臭骂 女婿赚了大钱立马还给老丈人100万 外加半年利息 可老丈人却并不高兴 夫妻俩正开心地研究金鱼的三角关系 见路大可进门赶紧上前行礼 并奉上从包头带回的上好的狐狸皮袍 但路大可却连看都不看 就让他放到一边 乔治庸愣在那半天没转过弯来 陆玉涵赶紧把老弟拉到一边转移伤害 这才知道原来他正为乔治庸修改电规的事生气 乔治庸愣想要解释 但路大可根本不听 因为乔家给伙计分股份的事已经传遍了齐太平三线 眼看乔治庸被迅得抬不起头来 陆玉涵见缝插针又拉着老爹试衣服 等再一回头 路大可果然忘了刚才的话茬 在路大可看来东家就是东家 伙计就是伙计 东家出钱 伙计干活 天经地义 可让乔治庸这么一改全乱掏了 眼看解释不清 乔治庸一着急声音高了八度 不料刚说了一句就被陆玉涵一脚踹在地上 路大可也懒得跟他掰扯 直接给出指导方案 让乔治庸回家请客 原价水价秋价一个不能少 乔治庸真是醉了 请客没问题 电规也可以改 可他就是不明白 伙计怎么了 伙计就不是人了 伙计就不配有身骨 孔老夫子都说过 生财的大盗应该是很多人齐行协力的一块干 则才能生也 财足了 大伙才能吃饱饭 才能更好地为更多的人生财 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路大可听得一愣一愣的 臭小的 欺负老子没上学是吧 老子还就不跟你讲理了 路大可说完 连开口的机会都不给 就把夫妻俩扫地出门 夫妻俩气得够呛 可路大可一转头 却看着身上的皮袍 开心的飞起 赶紧出去跟我嚷嚷 就说我路大可为了新店归 把闺女女婿全护出去了 从此不让他们登门 而且不跟乔家做生意 你啊 怎么卷也卷不好 快去 侯管家表示描冻 闹了半天 这小老头演了一出大戏 就为了给外人看 可新规的事还没过去 朝廷的海房捐又来了 这个人怕是有钱没出花了 朝廷搞了个海房捐 别的商家都联合起来抗捐 他却还嫌朝廷要的少 曹掌柜担心 上次因为电规的事 已经惹得不少商号 不跟咱玩了 这次还是不出头的好 可乔治庸并不觉得 捐款有什么不对 眼下这洋人犯我疆土 杀我百姓 正是咱们生意人出银子 为国尽力的时候 他们怎么能够这样 怎么能够啊 自古以来 世人就说生意人唯利是图 只认银子不认国家 我就气不过 我们生意人不全是这样 至少我乔治庸不是这样 乔治庸让曹掌柜 谢绝达胜昌联合抗捐的邀请 可曹掌柜却认为 眼下正是跟其他商家 缓和关系的好机会 如果带头捐钱 恐怕以后就更不好相处了 不好处就不好处 他们不理我可以 但是国难当头的 你不让我乔治庸为国处理 那是绝对不行的 乔治庸已经打定主意 即使他们永远不跟乔家做项羽 他也一定要捐 而且他知道 一旦他捐了 其他商家面子上过不去 也一定会跟他捐的一样多 好家伙 有钱就是任性 曹掌柜心说 有这钱发工资不好吗 这样的话 咱们就超过起缺数二十倍了 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有气魄 既然要捐 就不如捐大的 曹掌柜 被无可奈何 转头就去拿银子 但乔治庸还没说完 有了乔治庸带头 其他商家顶不住压力 纷纷认捐 就连小商号也都捐了五十两 但陆大可却有些肉疼 我就是不捐 臭鱼血 带的什么头 他有银子 让他踢我捐 这这这 捐吧 头疼 不捐吧 就会得罪朝廷 陆大可想了想 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 五十两 那县太爷那边 哎呀 不要 我就这么多 哎呀 我得睡会儿去了 哎呀 疼死我了 海防捐 很快就收齐了 县太爷敲锣打鼓 亲自登门向乔治庸致谢 但他的目的可没那么简单 县太爷亲临乔家 说是带来了一件天大的好消息 近日朝廷体恤下情 恩准像你这样有志于为国效力 却没有机会得到机会的人哪 可以给朝廷输送银子 以住军用 皇上会按照你送银子的多少 去办理 让利部发文 受你一个二瓶以下的官职 县太爷卖力的推销 又是光宗耀祖 又是蒙兽恩宠 可乔治庸却并没有表现出 哪怕一丝的高兴 反而有些不敢相信 大人的意思就是现在朝廷下了指 像我这样的平民百姓 只要愿意花银子 都能买到一个二瓶以下的官职 县太爷瞅他一眼 事是这么个事 可从泥嘴里说出来 咋就这么难听呢 一旁的师爷见场面有些尴尬 赶紧提点乔治庸 说这是朝廷派下来的差事 是有绩效考核的 这官要是卖不掉 银子收不上来 这太爷也不好交代 话说到这儿 乔治庸不得不相信 这是不是就是史书上说的那个 卖官欲绝吧 师爷的脸色有些难看 但县太爷却明白 客户就是上帝的道理 又耐着性子给他解释 这种事啊在官场上并不稀罕 就说谁家原家曹家吧 以前都曾买过官 而且官职还不低呢 不说别的 就是将来磕在坟上也好看不是 你在海房圈上那么使得花银子 在这上头不会舍不得银子吧 乔治庸在乎的当然不是银子 他从小就读圣贤书 深知官职乃是国之重器 只能通过正途得到 又不是卖猪肉 哪能说买就买 要是天下人都能用银子买到官 那这个国家还能有什么指望 那天下万民还能有什么指望 县太爷急了 直接问他到底买不买 我想这个卖官欲绝的事 一定不是皇上的意思 术治庸难以从命 乔治庸说完就下了逐客令 县太爷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一拍桌子走了 可师爷却忍不住扔下一句话 你真的以为这不是皇上的意思吗 等人走后 乔治庸终于憋不住了 一把将茶碗摔了个粉碎 他始终不愿相信 皇上能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 乔治庸骂完就出门散心去了 却没想到在大街上逃了个大宝贝 这个乞丐有些飘了 见众人不相信 乞丐从身上解下一块破布 乔治庸顿时来了兴趣 正拿着地图想看看是真是假 乞丐却盯上了他的包袱 乞丐不同寻常的眼光 加上自己对晋商的了解 乔治庸非常确定这张地图是真的 当即拿皮袍跟他交换 兴高采烈的冲回家 迫不及待打开来看 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 正在当支架的高锐 看乔治庸痴迷的样子 也对地图产生了兴趣 乔治庸告诉他 这就是山西商人的前辈 王邪老先生留下的经商图 北至沙漠 南至大海 乔治庸越看越震撼 孙茂财 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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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闻着味就来了 孙茂财打眼一看 整个人都惊了 难以置信的跪在地图前仔细端详 很快他就发现 上面那条绿线是从江南一直向北 通往蒙古库伦和恰克图的查路 那条蓝线是从苏浙直通山西陆州的丝路 那两条红线是从云贵川到东北的要路 而那条最短的白线则是从扬州到京津的沿路 了不起啊 咱们山西商人一百年前就已经走遍大清国了 这才是真正的经商 乔治庸盯着地图一直看到晚上 突然冒出个大胆的想法 和通天下 做天下那么大的生意 他粗略的算了一下 到景泰成年接管乔家还有十年的时间 他要用这十年的时间实现和通天下的梦想 这才是一个大男人应该干的事 乔治庸已经有了盘算 要做就做天下最大的生意 粮油撕茶掩铁 粮油不是乔家本业 掩铁是朝廷专卖 剩下的就只有撕和茶 眼下江南正在大战 思路和茶路都不同 正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冒着战争的风险 去江南走一趟 可问题是 地主家已经没有余粮了 这钱从哪来 这大男人穿成这样就要去接客 管家都看不下去了 咱至少把脸洗洗吧 你可别忘了 是他要来见我 不是我去见他 他要是嫌弃啊 往后他就别来 水冬家一进门就阴阳怪气 一听乔治庸要借十万两银子 更是没一点好联 但乔治庸还没说完 他给水冬家算了一笔账 茶路一断就是四年 之前你们光交税 一年就得好几万 这四年下来 不得损失几百万 你就借我十万 我替你疏通茶路 多好 水冬家当然也不傻 只不过朝廷和太平军正打的火热 万一你回不来咋办 水冬家有些动心了 还是同样的套路 乔治庸又说服了原家 两家一琢磨 我出钱你卖命 活着回来大赚一笔 要是回不来 我也不亏 正好把乔家的产业给分了 不过这种好事 哪能少得了崔明石 在他的花言巧语之下 达盛昌邱家也插了一脚 就这样 每家十万两银子 再加上陆玉涵 当掉翡翠一白菜的三十万两 乔治庸顺利的凑足了银子 可就是那么不巧 代老英雄突然中风 三星标局指望不上了 没办法 只能在出发之前 先把刘黑七做掉 乔治庸立马就去了县衙 一走就是三天 可结果县太爷屁事不管 巡抚哈芬正忙着娶第十七房仪太太 好不容易见到个师爷 还让他自己出钱去剿匪 没一个好东西 乔治庸正气的不行 孙茂才却想出个歪招 可刚说了一句 他就听不下去了 你让我去跟刘黑七这种人讲和 那就等于说是为虎作伤 助纣为虐 我要跟他讲和 他肯定会跟我勒索银子来保乔家的平安 这种辱墨祖宗的事我绝对不会干 乔治庸担心的不无道理 但孙茂才已经有了盘算 在他看来 刘黑七这人能处 但是得讲究方法 孙茂才告诉他 花花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不上班 要接待一个神秘人物 他费了好大劲 才打听到这人就是刘黑七 于是哥俩准备趁此机会 跟刘黑七好好谈谈 黑衣人走进房间 拍了下美女的肩膀 不料对方一转身 花花竟变成如花 可还没等他反应 两把冰冷的钢刀已架在脖子上 乔治庸首先表明 并不想伤害他 只想谈笔交易 否则坐这跟你说话的 就应该是朝廷的冠军了 但他首先要搞明白 你和代佬英雄师出同门 为什么人家开了标局 你却做了土匪 刘黑七倒也坦诚 刘黑七直言 他的初心是提天行道 可是为了吃饭 又不得不干些土匪的勾当 乔治庸一听这话 下面的事就好说了 刘黑七一脸懵逼 乔治庸给他解释 民意实为天 所谓替天行道 就是让老百姓 有吃有穿有地主 见刘黑七听进去了 这才顺着话茬提起正事 眼下茬路不通 不知有多少茶民成了难民 见刘黑七来了兴趣 乔治庸直言 虽然自己有心疏通茶路 但却不敢走 刘黑七当即明白 原来说了半天 在这儿等着他 这简单呢 你不妨送点银子 也算是买个安全吧 不料乔治庸想都不想 一口回绝 我就是有一座银山 我宁可拿去镇际灾民 也绝不会给你一两 刘黑七两眼一瞪 警告他别耍横 否则回去就带人 把乔家给端了 却忘了自己 还在乔治庸手上 你还别跟我耍横 我不等你回去 我现在就能砍了你的头 你心吗 刘黑七一下没了脾气 可要说他不是替天行道 还是有些不服 我跟你经商去 饭茶去 那就是替天行道吗 商也是国家之重事 饭茶行商 一可以复国 二可以自负 三可以 远你替天行道的梦 这不是一件挺痛快的事吗 刘黑七感觉被洗脑了 有点乱啊 我听你这话茬 你好像是在劝说我跟你去经商饭茶是吧 对 经过几天考虑 刘黑七首约送来书信 答应护送银车南下饭茶 乔治庸刺别家人踏上了南下的路 可刚走了一天 老丈人就怒气冲冲跑来算账了 听说女婿要去送死 老丈人急得满地转圈 陆大可得知 乔治庸为了疏通查路 把乔家产业全都抵出去换成了银子 就瞒着他一个人 立刻就跑来兴师问罪 曹掌柜赶紧转着圈解释 说乔治庸不是故意的 他怕您生气呀 您想想 上回您都不跟我们乔家做生意了 他还敢见您吗 上一回是上一回 这一回是这一回 一码是一码呀 再说改店规跟饭茶叶能相提并论吗 曹掌柜正不知该咋办 陆玉涵闻着味就来了 这个结果他早有预料 不就是没跟您合伙做生意吗 当时那么大气可发呀 谁知陆大可关心的并不是这个 几步上前把门一关 拉着陆玉涵就要回娘家 陆玉涵本就担心乔治庸遇到危险 最听不得这话 陆大可也知道这么说不吉利 但他必须让闺女认清现实 三家商号为什么都愿意借给他银子 那三家商号就没有一个人相信 我那臭女婿能活着回来 他们就等着到时候收乔家的产业呢 乔家马上就要家破人亡了 陆玉涵实在听不下去了 让老爹不要再说 谁知陆大可的脑灰路竟不是一般的清奇 陆玉涵不想再搭理他 陆大可也知道多说无意 又催着闺女回娘家 陆玉涵听得心烦意乱 索性把耳朵堵上 却依旧挡不住老爹的十万分贝 陆玉涵一个字都不想听了 一气之下下了逐客令 陆玉涵转身就走 连出门还要正告老爹 乔志勇可是您的女婿是我的丈夫 他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来的 乔家的生意呀 任何人也说不去 乔志勇去的路上还算顺利 除了一点小波折 加上留黑期半路不告而别 总算安全到达五一山 但千辛万苦跑这一趟 不搞点事情好像不太划算 这个呀我们下去再说 这个人激动的敲着一个破罗 蹦跳着跑下山 茶农们期盼这一刻已经太久了 还有些不敢相信 满山的茶农顿时沸腾起来 随着罗声传进村子 乔志勇受到了超乎寻常的接待 在村民的簇拥下 乔志勇来到化石人的茶庄 耿东家亲自沏上一壶 上等的供品云雾茶请他品尝 并且许诺等商队返城的时候 给乔志勇和孙茂财一人备上五斤 乔志勇谢过之后便问起茶价 耿东家痛快的表示 只要原价的一半就行 之所以要价这么低 一是因为这些年茶路不通 茶农们过不下去 桃荒要饭卖儿卖女大有人在 乔东家不必万死来到五一山 我们这些茶农真是既感激又钦佩呀 另一个原因也是盼着乔志勇 明年还能再来 乔志勇盛情难缺 当即表示要把带来的所有银子 全都买成茶叶 一文不胜 耿东家看他如此爽快 决定破一次不设账的规矩 想让他把所有的茶全包了 等明年再把银子带来就行 反正对待我这儿也是要烂掉的 乔志勇认为可行 反正陈年的茶价钱还要便宜些 可孙茂财却忽然想到一下子买这么多茶 带来的船根本不够用 耿东家当即表示这也都不算事 他可以带人帮忙把茶叶运过长江 顺着汗水直到襄阳城下 一番交谈下来 乔志勇觉得两人十分对脾气 不仅突发奇想 生意谈妥了 乔志勇受邀参观茶场 却忽然想起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这才是真正的加量不加价 我想让他们把这个一斤的茶砖 都给我做成一斤一两的 但是标准呢还是一斤 乔家做生意历来讲究诚信为先 把这个茶从五一山运到旗县几千里地 这路上肯定有损耗 所以我想预先先做好了 乔志勇不仅讲诚信 还极具品牌意识 这是我大德星的茶 所以我想在每块茶砖上写一个大字 让过往的客商都知道 这是我乔家的 耿东家按照要求立刻便安排下去 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 孙茂财刚到五一山就病倒了 但这一病却让他想到一件事 他们这次来五一山 能平安度过长江实属侥幸 以后可就不一定了 乔志勇以为他稍糊涂了 除了把五一山整个搬到山西 还能有什么办法 没成想村贸台已经有了盘番 乔志勇猶如啼湖灌顶 乔志勇说干就干 茶山有钱就能买 但种茶可是个技术活 乔志勇找了个茶农 摸清了产量和茶农的收入 立刻着手招兵买马 这可是当前收入的五倍 就这样乔志勇不但买下了整个五一山的茶 还带走了一批技术员 乔志勇回来的路上再次偶遇胡元璞 两人交谈甚欢 临别时胡元璞交给他一颗药丸 乔志勇路过襄阳城 本想去寻找刘黑七 不料被官府抓了 本以为胡元璞的官房能管用 却不知又是崔明石搞的鬼 幸好刘黑七带着太平军 烧掉官府把他们救了出来 崔明石以为乔志勇已经一命呜呼了 正穿夺水家原家邱家 瓜分乔家的产业 乔志勇却带着满满一山堆茶叶 安安稳稳的回来了 这老板拿着一斤的茶砖 非说是分量不够 要拿自家的秤再秤一下 多少 一斤一两 你看看一斤一两 水冬家还是不相信 又从底下拿了一块 多少 一斤一两半 乔志勇带回的茶砖 不但足斤足两 还加量不加价 水冬家无话可说 临走时交代掌柜 全都换成水家的商标 还有 每一包货都要验 水冬家这要先盖头 火机满头大汉的冲进来 说原家准备 把一斤一两的茶砖 全都重新制作成一斤 然后再运出去卖 问他怎么办 你回去告诉王大掌柜的 原家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秋冬家听说 原家和水家都降了分量 只有乔家没降 当即得出结论 水家和原家 完了 从今以后 恰克图 俄罗斯插上 只会任乔家的插砖 等一切准备就绪 乔志勇又踏上了前往恰克图的旅程 到了包头一站 再往前走 就只能换成驼队 好在马旬早就安排好了 一天都不用耽误 马旬这次去是为了开辟商路 不但带足了各式各样的货 还专门给蒙古的王公贵族 带了些金银珠宝 同时还在货物上印了乔家负责号的商标 这个好 这个让人永远都记住咱们乔家的货 而且他这货卖出去之后 不管多长时间 只要他觉得不好 他都可以来退来换 驼队说到就到 一眼望去看不到头 孙茂才看着壮观的景象 忍不住要吟失一手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商队逐渐深入沙漠 可正当他们休息时 天气却突然大变 滚滚黄沙遮天蔽日 像黑色的海浪向他们涌来 众人一阵手忙脚乱 不等收拾好东西 已经被漫田黄沙吞噬 孙茂才来不及躲进帐篷 差点被黄沙掩埋 幸好被乔治庸拖了出来 乔治庸真是醉了 都这会儿了 还有兴致淫湿 商队有惊无险的熬过了风暴 路经燕燃山祭拜完古人 终于抵达蒙古草原 可是问题来了 虽然牧民们对货物赞不绝口 却没有钱买 这事可麻烦了 这生意做的赚大发了 他们说呀 拿一匹马换一个碗 父亲就再加一只羊 马巡都绷不住了 赶紧挥手表示用不了这么多 一匹马换一个木碗 再加一个铁锅 牧民就像遇到了活菩萨 一口气订了十匹马的货 还拉着马巡随便挑 本来因为牧民手上缺银子 带来的货要砸在手里 幸好马巡脑子转得快 看到乔治庸跟人换了帽子 便想出这个最原始的 以物换物的方法 看着带来的50坨货 转眼变成3000匹良居 乔治庸一边享受着麻奶酒 一边高兴的感叹 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只有不懂经营的商人 可马巡觉得这些金条还不够 准备趁热打铁伸入草原牧区 多交一些牧民朋友 看看那里的人需要什么 什么样的价格他们可以接受 为负责号以后拿下草原市场 做好充足的准备 乔治庸听后非常赞同 可光马巡一个人还不够 必须得配个向导翻译兼保镖 当即让他把蒙古武师也带上 马巡立刻明白 这是跟快递员打好关系的好机会 便不再推辞 但是在出发之前 还有个问题要解决 没成想 乔治庸早就帮他想好了 他让高瑞带上几个人 带上这3000匹马 一听这话 本舅羡慕嫉妒恨的长双 那是一万个不服气 他能把这一群马带回去吗 他能行吗 可他不知道 别看高瑞只是个伙计 那也是身怀绝技的 这个小伙计被安排了一项 艰巨的任务 要一个人运送3000匹马 怎么着你赶吗 把这群马给我赶回去 那有什么不赶呢 你倒是胆大 万一那群马要是跑了 怎么办 跑了就跑了呗 就算马真的跑了 东家也不会怪高瑞的 乔治庸笑着把他叫过来 虽然知道高瑞是在开玩笑 但这么大的事还是要敲打一下 我当然不会怪你 我会揍你 我会揍你 揍你 揍你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高瑞挨了几下鞋底 浑身舒坦多了 却还是一副吊耳郎当的样子 乔治庸看他信心满满 便直接定了行程 可长山却一万个不放心 那么多三千多匹 万一在草原上遇到匪谤 那他不就傻了吗 他肯定不行 这话倒是给乔治庸提了醒 转头就问高瑞 这还不简单 跑呗 把马一扔 我就跑 你敢 你说的轻巧 那是二爷拿货换的 乔治庸一把揪住他的耳朵 只见高瑞大摇大摆 往前一站 冲着马群吹了一声口哨 本来安静的马群 立刻就躁动起来 看着眼前神奇的一幕 众人惊讶的目瞪狗呆 乔治庸也不卖关子了 宋别马群和高瑞 乔治庸赶到恰克图 跟俄罗斯茶商谈生意 可对方只是闻了闻尝了尝 就说这些茶不如水家原家的好 乔治庸看穿一切的笑了 乔治庸还表示 自己的茶砖 每一块都比水家原家的重一两 可价钱却是一样的 目的就是为了结交像你这样的 这么痛快的大茶商 和你天长地久的做生物 可对方却摆了摆手 说自己还不是什么大茶商 希望价格可以再低一点 乔治庸表示 降价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可以帮你再圆一个梦 让你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茶货商 今年水家原家邱家都有茶 可明年就不一定了 而乔家肯定会有 只要跟乔家合作 他就能垄断俄罗斯市场 就连你们国家的沙皇 都得和你放过去的茶 生意就这样谈妥了 可这大笔的银子想要带回去 却有些麻烦 就在这时 广盛园票号的名字 传到了乔治庸的耳中 这是早期的银票汇兑业务 几十万两银子 变成一张小小的汇票 乔治庸还是头一次见 这张银票您是好 我马上再写一封信 送回山西平遥总号 十天以后 你就可以到平遥拉银子了 孙茂财看着手上的汇票 正面是详细信息 背面却是几行看不懂的文字 这个是本号 为了防止外人伪造银票 特意在上面夹的蜜子 乔治庸觉得新鲜 打算试试看到底方不方便 没成想 很快就感受到了 商队走到半路 突然遇到劫匪 幸好带的不是银车 才避免了财产损失 劫匪没能抢到银子 却把商队的水袋全都割破了 长山一味缺水 差点死在半路上 众人顶着风沙 终于扛过沙漠 在客栈遇到了等候多时的高锐 那三千匹马刚一进城就被抢购一空 高锐便一直等在这 来到安全地带 缓过来的长山大口啃着羊肉 讲述着一路上的惊心动魄 跟着二爷坐长随 就是九死一生 我活着的时候 赶紧多吃点好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不知道怎么着了 马巡这一路也不顺利 刚到目的地 就被蒙古亲王当成奸细给抓了 关在马房里饿了好几天 差点就没命 多亏蒙古武师向亲王解释清楚 才保住了性命 马巡一边说着 一边兴奋的拿出一张 自己编走编画的商路图 马巡计划在这三个地方 再加上恰克图建立四个分号 作为乔家父子号 进军蒙古草原的基地 再以这四个基地为依托 沿着商路成立五支行商队 这样就能深入草原内部 跟牧民们做生意 孙茂财又在此基础上改进了一下 建议在多伦 规划 俄尔多斯 阿拉扇 再建四个支号 每个支号下设一个行商队 这样整个蒙古就都是乔家的了 马巡一高兴 把正在睡觉的乔治庸给吵醒了 听完这个宏大计划 乔治庸二话不说 当即答应给马巡派了一百号人 而他自己正在酝酿一个更加伟大的计划 这人一进银行就伸着脖子往柜台里瞅 还跟茶壶口似的不停地打听银行的经营模式 这么说吧 乔东家做的是银子变货 货变银子的生意 我们做的是银子变银子的买卖 都是做生意 程青雅本来没太在意 还带他转变了票号 乔治庸也没把自己当外人 直接就往账房里闯 这下程青雅不乐意了 发现乔治庸正盯着墙上的牌子 掌柜立刻紧张地挡在身前 程青雅意识到 乔治庸这次来 不只是开开眼这么简单 吩咐掌柜立马办理存款 好让他赶紧走 不料乔治庸拿到存单 却拉着他讲起大道理 乔治庸觉得广盛元首开票号 就是让钱币快速流通的好办法 但问题是票号数量太少 根本无法满足全国各地的商人 而且广盛元只跟进商里的大客户合作 中小商家就得不到方便 钱币的快速流通就收到了限制 要是有更多的商家进入票号业 在天下有众多的票商组成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 让大中小商家都能够依托着这个网 仅凭着银票就能做生意 那该是一番什么景象啊 乔治庸越说越亢奋 认为票号业的兴衰将决定未来商业的兴衰 而有了票号这张大网 或同天下也将不再是梦 但这超前的商业头脑在成青崖看来纯述扯淡 乔冬家要进入票号业 要和广盛元分庭抗礼 是这样吗 乔治庸一下没反应过来 孙茂才还以为成青崖没听懂 又把中心思想提炼了一下 可成青崖却哈哈大笑一点不给面子 你的梦想太大 我这儿可装不下 我们只想老老实实搞些钱话 随即便下了诸客令 孙茂才算是看明白了 这老头就是个小心眼儿 可是视自己的票号为禁地 我踏直旁不允许别人安睡 乔治庸越想越生气 我一不抢银行 二不跟他作对 哪来那么大脾气 大家一起干有什么不好 你想想 将来有一天 咱把票号开遍全大清国 你就拿着一张小小的银票 就能走遍天下 那个时候那该是一番什么景象 到时候 咱们这代人能做出什么样的成就 乔治庸是真敢想 可他没想到 这番话一出口 孙茂才也不干了 乔治庸要开银行 孙茂才坚决不同意 从前不管你干什么事 我都觉得你做的对 可就开票号这事 咱们俩之间 我对你就一个字 不 乔治庸正生气呢 抓起一把豆子 就砸了过去 他不明白 这么一件天大的好事 为什么就不能干 不承想孙茂才也急了 正是因为他是天大的好事 是破天荒的好事 从来没有我过的好事 做成了就将一改天下人的迹象 一改商场重新里的新规矩 这简直和开天皮地差不多 我才不恨你干 这下乔治庸更蒙全了 孙茂才耐着性子给他解释 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你要拿天下的银子支撑一张大网 这就是国之利器 这种国之大力 向来只能由皇上来办 由朝廷来办才对 怎么能由商人去办呢 要是这样的话 皇上和朝廷算啥 你打算把朝廷和官府都发配到哪去 乔治庸只想着 这件事要是办成了 对天下人都有好处 孙茂才也不否认 可他明摆着就不可能顺利 你想造福天下 人家还以为你在圈钱呢 办不成还好 一旦办成了就将大祸临头 你这一生就有可能过上艰难的日子 你将尝尽世间的干苦 乔家有可能就会一败涂地 甚至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孙茂才劝他 只管疏通查路 疏通私路 疏通愁路 赚大笔的银子 能帮百姓多少算多少 完成商人的责任就够了 不要去插手朝廷该管的事 免得有一天 你会遭受大难 这些道理乔治庸听明白了 可他还是觉得 能做而不做 见机而不起 不是大仗子所为 即便是以卵击石 撞得头破血流 他也王八吃剩驼 铁了心了 孙茂才被他这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精神所打动 既然乔治庸非要走这条不归路 他也只能舍命陪君子 但丑话得说在前头 有了这句话 乔治庸就放心了 立刻便着手开办票号 但是有件重要的事 还得先搞明白 这个人睡得正香 突然就笑出声来 声音大的把自己都吵醒了 孙茂才迫不及待 提着灯笼来找乔治庸 巧了 乔治庸也在研究电讯 孙茂才觉得奇怪 电讯是用来约束员工用的 应该贴在显眼的地方才对 可广盛园却贴在账房内 字还写得那么小 乔治庸一琢磨 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跟银票上的密码有关 孙茂才拿着银票一对比 果然不出所料 而且撒泡尿的功夫就给破解了 孙茂才把电讯放在地上 让他横着看 乔治庸立刻就发现 不光要横着看 而且要从左往右看 这24个字按顺序 分别代表着数字 单位和时间 乔治庸知道 这东西只能猜着玩 弄清里面的门道就行 顺手就把电讯给烧了 转眼已经到了年底 账房正忙着轻正 陆玉涵一眼就看出 伙计算错了 拿起一米长的算盘 当场就给秀了一波 只见他双手并用 噼里啪啦拨着算珠 速度比伙计毒的还快 没一会儿就把账算完了 一年下来净赚30多万 乔治庸一高兴 当即让曹掌柜再发一笔年终奖 让大家过个好年 而且刚来的伙计也要分 这十两银子可不少 要知道刚出途的伙计 一年的薪金也不过这些 就是要让他们记住 除此之外 还让长帅给村里的每家每户 都准备些年货 孙宝才看他高兴过头了 提醒他不要让人觉得 乔家有钱烧得慌 如果非要烧就把方案调整一下 派网负子号的100号人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临出发之前 乔治庸还有一场经典训话 你见过这样的老板吗 你给店里挣回了一笔银子 我不一定夸你 但是如果给店里挣回了一个好名声 让人家认死了咱们店里的这个信 我讲你 乔治庸不仅要讲 而且要重重的讲 我给你加薪金 给你加身骨 记住了吗 记住 但要想进一步升职 就没那么简单了 不只要会做生意 还要胸怀天下 众人一听这话 忍不住傻笑 天下是个傻玩意儿 能当饭吃吗 乔治庸也不生气 还笑着给他们解释 怎么才算生意人的胸怀天下 你碰到的每一个人 你要想 就是他一年四季最需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你老想着 把什么东西卖给他 最赚他的钱 这次去蒙古草原 就是个历练的好机会 胸怀天下 虽然不能当饭吃 但却关系到他们 能不能当大掌柜 乔家将来 会需要很多这样的人才 给新员工画完大饼 乔治庸赶来 给全国各地的掌柜开年会 按照往年的规矩 都是功龄最长的掌柜做首席 但是今年要改一改 咱们让今年 盈利最多 最辛苦的分号大掌柜 坐这个位子 大伙儿说怎么样 好好 很明显呀 这位子非马徐莫属 但这么多长辈在场 他怎么好意思呢 今天为两号 赚银最多 最辛苦的人 是东家本人 这是我们在座的 谁都比不了的 所以我提议 应该用东家本人 来做这个首席 乔治庸都笑开了花 会说话你就多说点 但这个位子他可不能坐 在众人声拉硬拽下 马徐只好坐上首席之位 按照组上的规矩 乔治庸跪地磕头 向掌柜们表示感谢 随即便宣布 乔家新的发展方向 众人也不问为什么 反正老板说啥就是啥呗 但要想开票号 还需要一笔巨款 要把银行开遍天下 到底需要多少钱 要想筹集这笔巨款 必须得保证乔家 每年都能挣100万 但这还不是重点 孙茂才提醒陆玉涵 这次可千万别再帮他了 筹不到钱正好 免得以后把自己玩死 可陆玉涵还是回了娘家 陆大可一听 需要65个小目标 整个人都不好了 陆玉涵告诉老爹 年女学可不是一般人 他对钱不感兴趣 之所以要开这么多票号 是想让天下的商人 都能享受到票号带来的便利 是为了有一天 实现真正的货同天下 陆玉涵已经打定主意 就算砸锅卖铁 也要帮乔治勇 陆玉涵说了半天 建屋里还是装睡的呼噜声 便明白了老爹的态度 您就好好地守着您的银子 千万别让他们长腿飞了 陆玉涵把话撂着 转身回了乔家 陆大可躺在床上 唉声叹气 想了一个晚上 还是决定借钱 但这事不能让其他商家知道 否则以后生意就不好做了 陆大可忽然想到 乔治勇要南下犯丝绸 当即来了主意 乔治勇想用我的银子办票号 没门 我可以出银子 跟他合股 犯丝绸 去年他下江南犯茶叶 我们借给他银子 吃了多大亏 可不是 两人一唱一贺 就把方案定下了 但陆大可再三要求 要在合约上写明 这笔银子 不能用来开票号 却筹坏了乔治勇 就在这时 孙茂才一语道破 去南方犯丝绸是啥时候走 我怎么不知道 乔治勇立刻反应过来 我真是天底下最大的大笨蛋 既然事都没定下来 那这银子 可不就是用来办票号的吗 乔治勇兴奋的跑进屋 抱着媳妇一顿乱啃 丫鬟都没眼看了 可陆玉涵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他已经算过了 现在能用的银子也就这三万两 根本不够办票号的 陆玉涵微微一笑 早就帮他想好了 咱不还有翡翠白菜吗 有这样的媳妇 也不知道乔治勇上位的积了什么德 有了银子就该办正事了 可这一次 乔治勇和孙茂才去的却是两个方向 孙茂才只是笑了笑 留下一句吉祥话 就踏上了去茶山的路 乔治勇到了北京大德兴 立刻准备挂牌营业 可有人却不太高兴 大德兴茶票庄 第一天开业 就挂出了会通天下的牌子 不等程清牙开口 手下先不干了 大德兴茶票庄 在全国各府县有多少分号 就敢挂成这样的牌子 这话说的没毛病 不过乔治勇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本来打算在酒席上交流 可程清牙却一点不给面子 非得让他当众说 乔治勇的办法其实很简单 现在晋商有三家票号 徽商有两家票号 总共分布在九个省 再加上大德兴茶票庄各分号 全国十三个省就都有了票号 您是票号业的前辈 又是票商的领袖 您只要登高一呼 联络所有的票号 在所有的票号之间 实行通会通对 那不光是大德兴 所有的票号就能同时实现 会通天下 会通天下之日 也就是或通天下之时啊 乔治勇兴奋的展望未来 不料程清牙一听这话 二话不说甩脸子就走 小弟们也跟着纷纷闪人 一场好好的欢迎仪式就这样被搅和了 乔治勇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 因为程清牙的脑回路跟他不一样 我要是答应了 他就会把我放在炉子上去烤 他还踏踏实实的 以这个做油桶 做票号业的二当家 我要让他得逞了 过不了多久 他会骑到我脖子上拉屎 程清牙咽不下这口气 准备给乔治勇来个教训 新店开张第一天 就接到一笔大生意 乔治勇不明白 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不放在家里供着 却要拿出来换银子 你管我那么多干什么 东西是我的 我爱藏着就藏着 我不爱藏着 我就换银子 这话直接把天儿了死了 伙计把金元宝一称 足足四十斤八两 能换六千两银子 可乔治勇怎么看 这小子都不像个大款 咋来的 你这话问他 自然是自己家里的 赶紧说 干脆点 你这能不能换 不等乔治勇回话 李掌柜赶紧把他拉到一边 东家 我听说广盛园就有二十个大金元宝 你说这是不是成青崖的圈套啊 这金元宝无法流通 一旦收进来 就把咱流水给套牢了 可乔治勇却不这么认为 在他眼里 成青崖只不过不想跟他合作 还不至于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 而且啊 不管这大金元宝 是不是出自成青崖之手 既然咱开了查票桩 就得按规矩办事 收 换 李掌柜一声令下 哥几个反倒有些慌了 他们没想到乔治勇还真敢收 可乔治勇也没想到 第二天又来了个大金元宝 你看昨天刚给你换了一只金元宝 我们银库都空了 要不然 你上别的地方换去 小混混一听这话 更来劲了 说一大早连饭都没吃 就是冲着新号来的 你要是不给换银子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我们哥几个呢 现在您这吃顿饭 等我们吃饱了有力气了 再把您这招牌给摘了 这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成青崖要砸场的 乔治勇哈哈一笑 收 一连几天下来 已经收了三个金元宝 李掌柜有些担心 干不过成青崖 可乔治勇脾气一上来 还非得跟他斗上一斗 真到了那一步 这银子需不上 我这茶标桩补开了 我把乔家的铺子卖 还了武夷山茶农的银子 我回齐县老家种地去 不是也挺好的 成青崖还等着乔治勇上门求饶 却听说他跟没事人似的 除了天天写字看书 就是围着四脚城闲逛 成青崖打定主意 要让乔治勇好看 你见过捧着金元宝砸场子的吗 四十斤的大金元宝 一下就送来俩 你还没看出来吗 这成青崖要的不是面子 他要的是我的招牌 之前是一个 今天是俩 明天就有可能是仨 李掌柜担心 不等凑够二十个 咱银库就给掏空了 可乔治勇就是不信邪 不管是三个还是四个 我都照我说不误 要是明天早晨那个人又来了 我没有银子给他的话 那就说明我乔治勇 根本就不应该在 北京的票号业立足 我就应该把招牌摘了 永远不再说这话了 乔治勇是真硬气 谁让人家老丈人不差钱呢 陆大可收到求救信 立刻让铁信石 三天之内把银子运到北京 晚一天都不行 但这还没完 陆大可摸着橙青崖的脉 还留了一手 铁信石是明修战道 我们是暗度陈藏 陆玉涵已经等不及 要飞到北京给乔治勇解围 但陆大可却并不着急 他还想趁机给乔治勇一个教训 三天时间就快到了 乔治勇手上的银子 已经全都变成了16个大金元宝 可陆大可的救援却迟迟未到 李掌柜担心 要是天亮之前银子还没到 明天就得摘招牌 乔治勇对老丈人很有信心 拉着李掌柜一边下棋一边等银子 可李掌柜却心神不宁 不时的往门外瞅 他做了这么多年生意 像这种心里没谱的买卖 还是头一次干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半夜 眼看城门都关了 可银子却始终没到 乔治勇终于没了信心 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 可就这么一想 反倒想开了 不也没死人吗 摘招牌就摘招牌 不就是一块木头牌子吗 不要了 送给他了 而就在他们准备睡觉时 门外却突然传来吵闹声 十几辆拉着草料的马车 莫名其妙停在了后院 这个人疯狂的扒着草料 竟然翻出一大箱银子 上面还有老丈人写的一封信 我就不让你顺顺当当如愿 下次你 学着点 见了就收 要是这次你还学不会 我老路的大耳瓜子可就来了 满满十几车草料 里面藏的全是老丈人送来的银子 整整38大箱 看着一箱箱银子装满银库 乔治庸又燃起斗志 第二天一早 人果然来了 乔治庸掐指一算 这老头是不想玩了呀 四个金元宝就想弄死我 没门 李掌柜有些犹豫 这样一来 成青崖没了金元宝 咱也没了银子 只能算是打个平手 但乔治庸却不这么看 什么平手 他没能让我把招牌摘了 我就赢了他 听说整整20个金元宝 全都被乔治庸吃了进去 成青崖非但没生气 反而笑得更欢了 让他高兴一天吧 出战告捷的乔治庸 正跟李掌柜吃喜 李掌柜盘算着 明天就拿金元宝 去广盛园把银子换回来 这事就算了了 可刚一碰杯 坏了 千算万算 我还是漏里算 乔治庸忽然意识到 这些金元宝只不过是烟雾弹 成青崖干了这么多年票号 压箱底的东西 不可能只有这么点 而且以成青崖的为人 只要他的手段没用完 绝对不会罢休 要是明天早晨 没有人 再报个这个 来换咱们的这个 那就是他的手段 使干净 咱们就可以拿着金元宝 去跟他谈和 否则的话 那咱们就输定 就得这招牌了 得 本以为拿下金元宝 就能成功过关 不料真正的战斗 才刚刚打响 乔治庸想了一个晚上 也没能想出破敌的办法 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想多了 可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了 整整十二个银东过 齐刷刷摆在银行柜台上 小混混挑衅般的 拿笔孔瞅着乔治庸 非得换成小定银子 见乔治庸不回话 小混混便知道 大德兴的银子已经花光了 态度更加嚣张 想让我们走也行 只要你们把招牌摘了 从此不再做这行生意 乔治庸还在想对策 李掌柜已经忍无可忍 直接冲上去锁喉 你千里天拿了二十几个元宝 换走了 你拿这些东西到这儿 你跟哪儿都做生意 你换走乱的 小混混更得意了 既然开了票号 就得按规矩换银子 这行生意你要做不了 干脆把你们招牌摘了 对吗 双方剑拔弩张 眼看就要血剑八方 乔治庸却不紧不慢的转过身 淡淡的来了句 他就收了 这话直接把在场的人全都震住了 不过乔治庸还有个条件 银冬瓜可以收 但是要等一等 因为这东西跟金元宝不一样 金元宝不管大小都是货币的形态 而银冬瓜要想流通 就必须拿到银楼重铸 这中间的火炮 我要给你算清楚 李掌柜长输一口气 这可比他关门歇业的主意好多了 小混混觉得没毛病 当即草率的答应 不料乔治庸眼神一变 那就麻烦你等等我 等多久 天黑前我一转回来 小混混这才发现上当 但已经晚了 乔治庸成功拖延时间 可手上没有银子 还是没法脱困 眼看太阳就快落山了 只能以欺人之道 还至欺人之身 把那二十个金元宝拿出来 到光盛里换成银子 整整二十个大金元宝 齐刷刷摆在竞争对手的柜台上 李掌柜坐在一旁 悠闲的抽着烟 币号实在是周转不开了 想把这些金元宝换成银子 好应付今天的生意 天麻烦了 田掌柜慌了 赶紧跑去找澄清牙拿主意 澄清牙没想到 乔治庸竟敢跟他正面硬钢 广盛园大堂很快就堆满了 白花花的银子 门口也积满了吃瓜群众 乔治庸刚进门打了个招呼 没想到老丈人突然出现在身后 成清牙并不感到意外 可他不知道陆大可是有备而来 我有点急事 你把这个给我对了 陆大可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放在桌上 只给成清牙看了一眼 便用手盖住推到他面前 成清牙不动声色 将银票折回 然后便一脸苦逼的起身 要去摘自家的招牌 陆大可赶走吃瓜群众 又把乔治庸训了一顿 乔治庸在大堂罚站 陆大可去拉着成清牙到礼屋喝酒去了 见成清牙吹头丧气 陆大可把门一关 鬼才知道 我看了半天都没看出来 陆大可开心的倒上一杯酒 表示自己不对银子了 你以为我这回到京城来 是为了我的臭女婿 我告诉你吧 我来是为了跟你解围的 见陆大可十分给面子 成清牙也不好再板着脸 他承认自己小看了乔治庸 没想到他年纪轻轻就能有这么多银子 虽然自己有些赌气 可乔治庸也太狂了些 您说 咱山西当年除了雷大掌柜的 谁敢打出会通天下的招牌来呀 陆大可也十分认同 当即表示要让乔治庸当众给他道歉 怎么错 都算在这小子头上 该给的面子要给 该说的话还得说 陆大可提醒他 不要忘记山西商人的优良传统 不管遇到什么事 得报纯一团 不能干窝里斗 那种让人笑话的蠢事 见成清牙羞愧的低下头 陆大可点到记者 提议让乔治庸拉走银子 把金元宝还回来 这事就算了了 从此以后 双方愿意做项羽就做 不愿意就井水不犯河水 成清牙很满意这个结果 却担心乔治庸不会同意 管他愿意不愿意 陆大可告诉他 今年乔治庸去武一山饭茶 还得通过广盛园带银子 往后他瞧你的事多了 再说有我在 他不敢把你怎么着 话说到这份上 成清牙终于释怀了 还要给乔治庸请罪 以后啊 好好做项目 大德星茶票庄终于立起来了 而就在乔治庸准备南下时 却来了一位大人物 这个人两手空空来到银行 开口就要借十万两银子 莫非大人姓张啊 你怎么知道的 原来老板早就交代好了 只要张之栋一来 立刻跟他禀报 张大人 那下乔治庸有礼了 张之栋这才明白 原来昨天请他吃饭的小伙 就是这茶票庄的老板 可他不明白 乔治庸为什么愿意借给他银子 那是因为昨天 我亲耳听到了您的高论 明白了您的心胸 我知道大人是一位 一致于就万民于水火之中的好人 把银子借给您 如果您就是还不上 我也认 不料一听这话 张之栋起身就走 银子也不借了 乔治庸赶紧追出去 银子可以不借 但是话得说明白 张之栋认为 任何人做一件事 都是有所图的 如果乔治庸不提前说明 他拿着不踏实 乔治庸直言 其实他还是有所图的 我今天借您十万两银子 不是期望您到期本利还清 而是希望能跟大人套一个交集 怎么讲 张之栋现在是三品大员 按照朝廷的规矩 不出三年就要外放 到时候就会成为一方诸侯 封疆大吏 如果到那个时候 您还还不上我的银子的话 在下弹球大人 让B号的掌柜 带几个伙计 跟您到您的任上 在当地新开一家票号 也协助大人料理一应的 官司银钱事务 就当是您还我的银子了 张之栋不太明白 现在兵荒马乱商家们都做不成生意 为什么乔治庸还敢大力扩张 乔治庸给他解释 正是因为眼下商路不通 商家们走南闯北 不方便携带银子 才需要更多的票号来协助 有了票号商人凭着银票就可以做生意 南方的现银不必在千里北上 北方的银子也不必在渡江南下 这不就等于疏通了银路 也就是疏通了商路 张之栋没想到 乔治庸这么年轻 就能有长远的目光 不禁刮目相看 不过张之栋觉得这种扩张的速度太慢 于是便给他提了个建议 如果乔东家你现在能够派出干脸之人 到南方各省去设庄 帮助南方各省向朝廷汇兑银两 这样嘛 记解了朝廷和南方各省的大难 你乔东家也能发一笔大财 乔治庸动心了 回到屋里就开始翻看大清黄鱼一览图 为下江南做准备 这小子也太狂了 一个小小的私人银行 竟想给朝廷汇兑响银 咱们如果能把这事办成了 就等于说给朝廷帮了个大忙 这是一件立国立民的大好事 如果咱们能把这件事办成了 咱们大德星插票桩 那就威震大清国了 按照乔治庸的美好设想 如果江南四省往北京运送的响银 都能通过大德星汇兑 那其他省份也是早晚的事 到那个时候 不但能赚到大笔的银子 大德星茶票桩也将开遍天下 乔治庸兴奋的畅想未来 可孙茂才却并不敢冒 梦想是你的 跟我有毛关系 但是作为军师 我还是要提醒你 别把自己玩死 所谓天下神器就是掌握天下的权柄 就是皇上的无上权威 你想想 如果全天下的银子都要经过你的票号 才能到朝廷手中 那这天下神器还是皇上的吗 你要是皇上你能人吗 孙茂才并不怀疑 乔治庸有能力做成天下那么大的生意 可他也清楚 这事一旦做成了 就会大祸临头 乔治庸觉得威严耸听 本想争取有军的支持 不料曹掌柜也认为孙茂才说的有道理 所谓物极必反 当个本分的商人不好吗 这些道理乔治庸都懂 可他还是觉得 疏通银路是为了能让朝廷 拿出更多的银子去平顶内乱 朝廷没有理由砍他脑袋 推一万步讲 哪怕为了这么一件天大的好事 真把脑袋丢了 他也觉得值 孙茂才都无语了 你牛 你伟大 算我多嘴行了吧 太平军切断了南北银路 连朝廷都办不到的事 一个小老百姓竟敢打包票 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是真的能够替代各省 把银子借送到北京去呢 乔治庸见他是个外行 于是便详细的解释了一地存取款的流程 哈芬凝神听了一会儿 立马就像变了一个人 还亲自给他们端茶 干你们这行生意 是不是很赚银子 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可乔治庸压根没听懂 还在一本正经的跟哈芬谈理想 眼看气氛有些尴尬 孙茂才赶紧接茬 哈芬眯着眼睛想了想 还是不太满意 又特意点出自己要担多大的风险 乔治庸仍旧没有领会其中的意思 只是一味的保证绝对能把银子安全送到 哈芬冷哼一声 这责任你可担不起 不过我倒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啊先拿你自个的银子 帮我试一会怎么样 你要是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把三十万两银子拿到北京 交到户部 我就信得过你 我除了还给你店上的三十万两银子 我还把四省历年来积攒下来的银响 交给你去 怎么样 孙茂台敏锐地察觉到这里面有坑 可还没说一句整话 乔治庸便唬了八计一口大赢下来 从明年开始 一个月之内 我一定保证把您的三十万两银子 交到户部的银库 长栓带着乔治庸的信 一路马不停蹄不眠不休 只用十几天时间就从广州赶到北京 可这么一大笔银子 却筹坏了李掌柜 咱们的开号银子 让东家带到南方去了 你说 这笔银子 咱们到哪筹去 而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 京城外突然出现两只商队 原来乔治庸早就安排好了 眼看马群嘚瑟的样子 高瑞也不敢示弱 那我这些麻包里面 就都是筹获吗 三十万两银子解决了 李掌柜不仅感叹 你他妈在信上提前说一声能死啊 跟这样的东家干活 一天能惊出你三身汗 没错 靠着马群和高瑞送到北京的银子 银响按时交到户部 哈芬也非常痛快地兑现了当初的承诺 大德行广州分号终于立起来了 可就在开业当天 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既然入银鼓了 得了汇水 你一我二 可别讲错了 可别讲错了 入了银鼓啊 这个员工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瞒着老板 以他的名义向官员行贿 我说你为什么要答应这个事 孙茂才表示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为了帮他站稳脚跟 可乔治庸根本不接话茬 还在纠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不料孙茂才却告诉他 乔治庸三观碎了一地 他没想到 曾经志同道合的孙茂才 竟然会背着他干出这种事 可孙茂才又何尝愿意这么干 还不是为了帮乔治庸擦屁股 乔治庸心中一惊 直到现在才明白 哈芬当时为什么 一定要让他先垫付三十万两银子 而他竟然还傻不垃圾 一口就答应了 孙茂才知道 乔治庸不屑于干这种事 可既然已经深陷泥潭 无法自拔 脏活总得有人干 乔治庸虽然明白 孙茂才是想帮他实现会通天下 可这种行贿的方式 却让他无法接受 自从这件事之后 乔治庸始终无法原谅孙茂才 孙茂才也越发不管不顾 很多大事都不跟乔治庸商量 自己说了就算 幸好大德星发展的够快 一年之内连开十四个分号 才减缓了双方矛盾的爆发 南方四省的生意刚刚稳定 乔治庸就回了北京 而就在这时却遇到了一件 人命关天的大事 听说太平军来了 整个京城都在逃难 可乔治庸却十分硬气 可李掌柜不放心 眼看其他票号都已经撤回了山西 赶紧催着乔治庸拿主意 不料乔治庸压根就没打算要撤 乔治庸认为太平军根本就打不进京城 可李掌柜还是担心 万一真的打进来怎么办 见东家已经吃了秤坨 李掌柜也不敢再劝 恭敬的奉上一杯茶 既然你决定不走 那咱们就有生意可做 这生意其实很简单 有人钱多没处放要存款 有人钱少不够花要借贷 还有人低价卖铺子要搬家 反正咱也不走 不如搞些钱花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乔治庸立马来了精神 你说瞧不瞧 广盛园的银子带不走 有几十万要存在大的星 正好拿来放贷收铺子 乔治庸正忙着发战争财 却不知家里已经乱成一锅粥 本家兄弟们听说 乔治庸被困京城的消息 脸都不要了 又一次堵在门前索要鼓银 陆玉涵本就担心乔治庸的安危 经他们这么一闹 彻底寒了心 陆玉涵 顶天立乎的一个大男人 还顶不上你们那几两银子吗 陆玉涵越说越生气 当场宣布 以后乔家不认这些亲戚了 统统给我打出去 一听这话 一直在门外看热闹的达庆 终于hold不住了 大奶奶刚才还在纳闷 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 原来一切都是达庆在背后煽风点火 长顺 长顺抡着棍子带着一帮家丁 把他们打了出去 没过多久 太平军战败的消息传来 陆玉涵总算放心了 而刚刚脱离危险的乔治庸 却遇到一件怪事 乔治庸看着手上的书信 奇了怪了 两拨商人同时盯上乔家 就跟演电视剧一样 一个是苏杭的商人 却跑到陆州去支筹 一个到武夷山饭茶 价钱却比乔家高出三分之一 虽然一个是江西人 另一个是徽商 看起来扒杆子打不着 可这也太巧了些 乔治庸让李掌柜暗中调查 可结果却没有一个人了解他们的底细 而在此期间 那个徽商也不知道抽什么风 一直拼命的抬高丝绸价格 搞得江南的王大掌柜都干不下去了 乔治庸当即决定 既然干不下去 那咱索性就不干了 反正当初让高锐犯丝绸 主要也是为了让那些知户们能有口饭吃 至于那个江西商人 根本不用担心 没过几天 曹掌柜就来报喜 乔家刚撤出丝绸生意 挥商立马就不干了 而且还赔了大笔的银子 可乔治庸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搞清楚对方的目的就好办多了 乔治庸当即决定重新杀回去 不过这回不能太张扬 也跟对方学学隐姓埋名 解决完眼前的麻烦 乔治庸准备回旗县 可刚走到半路 却听说刘黑七战败被抓了 乔治庸觉得 要不是他套路刘黑七去武夷山饭茶 他也不会半路参加太平军丢了性命 今天我救不了他 但是我得送送他 等他回到京城 刘黑七已经凉了 朝廷言令任何人不能给刘黑七收尸 可刘黑七毕竟救过他一命 乔治庸实在不忍心 敢不敢晚上跟我一块去给他们收尸 对 当天夜里 乔治庸就把刘黑七的尸体偷出来 葬在了城外 可他万万没想到 有人正躲在远处看到了一切 第二天一早 乔治庸刚下车就被官兵给围了 至于是谁把他卖了 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亲爹为了钱 竟要把闺女嫁给一个快死的人 何家大少爷是有点病 可人家家 有的是银子 啥好要不能抓 啥好大夫不能请 要是天下有了银子 还有治不好的病 老爹劝闺女别犯糊涂 何家也不是非得跟他们攀亲不可 那是何老太爷 也不知道啥地方 瞧着你有银子像 他家三代单纯 就想找一个多子 又有福相的媳妇 自从亲眼看到 男朋友娶了别的女人 江雪莹心中就只剩下恨 他只想知道 何家到底有多少钱 老爹告诉他 何家可是鱼刺的首富 有的是银子 江雪莹想了想 突然起身 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 我想嫁到何家 老两口惊呆了 他们没想到 闺女竟然会答应这门亲事 而江雪莹却异常的平静 并且一反常态 说这个婆家还不错 老两口还是不敢相信 认为闺女是在跟乔治勇赌气 可江雪莹却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 江雪莹带着对乔治勇的怨恨 嫁进了何家 不久后 何家大少爷就因为烟瘾爆发领了盒饭 没能留下一言半语 何老太爷担心 等自己也跟屁了 江雪莹会被赶出家门 何家的产业也会白白送人 于是便想了个昏招 这对你来说恐怕有些难处 但你只要是答应了 何家你就可以当家座主 将来就是你见了乔治勇 和陆家大小姐的面 你也可以扬眉吐气 半年之后 何老太爷病逝 靠着买来的孩子 江雪莹成功掌管何家 而他始终没有忘记 对乔治勇的怨恨 江雪莹先是派人 跟乔家争夺丝绸和查获生意 又效法乔治勇办起了票号 本想借此击垮乔家 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而就在这时 丫鬟却慌慌张张 带回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江雪莹有些难以置信 下意识替乔治勇担心 但很快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报复乔治勇的绝佳机会 第二天一早 乔治勇就被抓了 可江雪莹不知道 他只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而已 就因为埋了个人 乔治勇摊上大事了 眼看乔治勇被抓 大德星顿时乱成一团 打探来的消息接踵而至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李掌柜脑子不够用 只能一边到处使银子 先把案子拖下来 一边通知所有人 赶紧来想办法 可他不知道 这些银子一分都没用上 清秦王下令 不管谁收了乔家的银子 三天之内必须全部充公 若不然过了三天 皇上就将他们视为 乔治勇的同打 一问罪 乔治勇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了 还在琢磨 到底是谁卖了他 卖得连裤衩都不剩 而幕后黑手江雪莹 正得意的享受着复仇带来的快感 可江雪莹不知道 他只是压死骆驼的一根稻草而已 早在当初抗拒娟官的时候 乔治勇就已经得罪了义贵妃 现在搞得会通天下又动了朝廷的蛋糕 而眼下南方战士吃紧 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陆大可一听八百万两 整个人都不好了 大伙一块算了算 为了把案子拖下来 精金两地的银子已经花光了 西县大德星也只是个空架子 只有马巡手上还有一百万的货 就这还需要时间出手 总之眼下能指望的就只有陆大可 可就算陆大可再有钱 也拿不出八百万两银子 为了凑够这笔银子 曹掌柜决定把全国的铺子都卖了 可即便这样满打满算也只能凑三百多万 还有四百多万的缺口 而就在众人蒙头乱撞的时候 高锐的一句话瞬间扭转了局面 东家眼看就要没命了 小伙计竟然一点不担心 孙茂才突然眼前一亮 让他说详细些 高锐认为如果皇上想杀乔治庸 那早就杀了 之所以一直不动手 就是因为单纯的杀了乔治庸 并没有任何好处 这个案子之所以一直拖着 就是想逼着乔家拿银子 一旦银子交足了 乔治庸能不能活还不一定 而眼下乔家不是没有银子 只不过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 这反倒成了好事 孙茂才顺着这个思路想了想 突然开心的笑了 杀不杀乔治庸是皇上的事 拿不拿银子却是乔家的事 只要乔家不拿银子 皇上就只能想其他办法 这就跟做生意一样 你欠的银子太多 债主拿你没办法 欠钱的反倒成了大爷 他们现在要做的 不是想办法去凑拿八百万两银子 而是要让皇上知道 乔家是个能给他赚钱的机器 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乔治庸的命 经过胡元璞的斡旋 朝廷最终答应乔治庸可以放 但乔家必须先交五百万两 而且只要太平军没有剿灭 以后每年还要上交一百五十万两 除此之外 义贵妃还重点强调 众人正为五百万两银子发愁 侯管家突然送来一张二百万的银票 山西第一口这回真的大出血了 为了救乔治庸 陆大可把他一生的心血 价值四百多万的铺子 只用二百万就给卖了 转头却只用二两银子 给自己买了一口薄皮棺材 陆大可明天就要回去养病 他知道闺女正在来的路上 兴许是遇不到了 于是让曹掌柜帮忙传话 直到这个时候 陆大可还不忘给闺女留下老宅 说等他死后 就把老宅给卖了 给闺女留着 乔家要是真败了 他又好有口饭吃 交代完后事 陆大可伸出一根手指 都说 我是山西第一口 老同学 你说实话 我空 你是空了自己 活了别人啊 对咯 对咯 这就对咯 虽然有了陆大可 倾家荡产换来的二百万两银票 可距离五百万还差不少 大伙跑遍了北京城 也联系了所有的山西项羽 但因为这事牵扯到朝廷和义贵妃 没有任何一家商号敢接手乔家的铺子 陆玉涵回到老家 也只借到了十万两银子 而就在大伙 正为钱发愁的时候 江雪英却悄悄来到了监狱 她本想在乔治庸面前炫耀自己的圣果 可当看到她被折磨的遍体鳞伤不成人样的时候 江雪英心中的怨恨顿时消散殆尽 江雪英反复叮嘱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她买下了乔家的铺子 也不想再跟乔治庸有任何瓜葛 乔治庸终于放出来了 可换来的不只有一个惹不起的大债主 还有无限期的圈禁 从此一步都不能离开山西 乔治庸正为丢掉的生意心疼 李掌柜却带来一个惊喜 有人花了三百万买下乔家产业 可还没等交接 人却不见了 李掌柜清楚的记得买家店铺的地址 可到那一看 店铺和伙计都没变 唯独大掌柜换人了 还没人知道她的去向 也就是说生意还在乔家手上 那三百万两银子等于白送 这事颇有些天上掉馅饼的意思 乔治庸立刻想起一个人 而且极有可能跟当初害他入狱的是同一个 没错 这人就是他这辈子最亏欠的江雪英 就在乔治庸出狱当天 江雪英把萧掌柜找来 说要在南洋开一家橡胶园 你就去当那的大掌柜 这样 你就可以和家人朝夕团聚了 是不是 萧掌柜喜出王外 他做梦都想在家门口上班 可眼下手上的工作还没完成 我还没有替东家把乔家的生意接下来的 江雪英微微一笑 这事你就甭管了 我自有安排 听着 什么也甭问 我今天就给你这笔银子 你带着银子马上离开北京 从此以后 把我让你顶乔家生意的事全忘了 萧掌柜想知道为什么 可江雪英一个眼神 立马吓得乖乖走人 乔治庸不确定 害他和救他的是不是江雪英 于是便立了个牌位 只当是一位不知名的恩人 而此时的孙茂才 正跟村民时喝闷酒 他已经动了离开乔家的念头 几杯酒下肚 孙茂才忍不住抱怨 哈芬几次来信催他做官 可他始终没有答应 因为他只想踏踏实实 帮乔治庸做生意 可乔治庸却不安分守己 老想着天下那些不切实际的事 见孙茂才打开了话匣子 崔明时秒变之心大妈 替他打抱不平 说乔家的生意之所以能争争日上 都是孙茂才的功劳 乔家的家业都是孙茂才挣来的 别说给你三千两 就是给你三万两 那又算得了什么呀 孙茂才嘴上不好承认 可心里却十分认同 崔明时摸着黑心给他出了个主意 孙茂才默默地夹了一口花生 突然觉得很有道理 崔明时趁机又添了把火 孙茂才终于心动了 银子往桌上一扔 准备跟乔治庸摊牌 孙茂才快要黑化了 一个外星人竟想掌管乔家的产业 他先是点明了乔家当前的困境 不但欠着不知名的恩人三百万两银子 每年还欠着朝廷一百五十万的砍头债 然后又把责任全都压到乔治庸身上 说乔家这场大祸都是因为乔治庸一意孤行 非要在江南设立票号 会对官银犯了大忌 乔治庸摸着脑门 不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 孙茂才以为起了作用 又就是重提 阐明自己的高瞻远瞩 早在进入票号业之前 他就曾警告过乔治庸 会是这样的结果 可乔治庸就是不听 乔治庸立刻瞪大了眼睛 可还没等他开口 陆玉涵先冲了进来 可大奶奶却觉得孙茂才说的有道理 他已经听过孙茂才的计划了 并且力排众议让他当场展示 孙茂才见没人说话 便迫不及待走向乔治庸的办公桌 他的计划总共分三项 首先乔家所有的生意都要全面收缩 其次集中全部力量 把乔家的生意撑下去 把银子用在最赚钱的生意上 第三项还没说出 乔治庸已经听不下去了 不等孙茂才开口 大嫂先坐不住了 眼看大嫂失态 乔治庸立刻转头使了个眼色 陆玉涵心领神会赶紧把大嫂带了出去 孙茂才知道多说无意 乔治庸也稳稳的接招 两人相视一笑 这事算是谈崩了 可乔治庸没想到 大嫂竟然胳膊肘往外拐 这娘们儿怕是脑子进水了 送出去的东西竟还想要回来 你现在就把家事还给嫂子了 大嫂的理由很简单 我让你管事是希望乔家发展得更好 不是让你到处作死的 要不是你不听孙先生的话 非得搞什么会通天下 导致乔家摊上大货 我也不会这么干 乔家 乔治庸倒也不反对 他只想知道 大嫂是想自己掌管家事 还是交给别人 这你不用管 那你能告诉我 这主意是谁给你出的吗 这你不用问 无论让谁掌管 你都无话可说 这话基本上等于不打自招 就在刚才 曹掌柜无意间听到 孙茂才跟大嫂的谈话 这小子不但缠大嫂的身子 还想跟乔家平分家产 乔治庸本以为 只是孙茂才一厢情愿 不料大嫂竟然真的会来找他 要拿回乔家大权 乔治庸没有立刻回话 而是把大嫂带进祠堂 跪下 看着乔治庸愤怒的表情 大嫂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乔治庸面对祖宗排位 细数大嫂的罪过 你居然胳膊肘朝外拐 向着外星人说话 这是你的第一错 你身为长嫂 但在我心目中 一直把你当娘一样看待 但是你不自爱 你想做一些 你不该想 也不该做的事 这是你第二次 乔家这份产业 是几辈人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 祖训里就有 东家就是东家 掌柜就是掌柜 但是今天 你想让我把我们家的这份产业 拱手送给他人 你这么做 上对不起乔家的列祖列宗 下对不起我大哥的在天之灵 这是你的第三错 三条罪状说完 乔治庸转身关上门 只留大嫂一个人 面对列祖列宗 竟私己过 第二天一早 孙茂财正做着美梦 突然被叫醒 乔治庸给他带来了一份大礼 乔治庸掏出一个锦盒 摆在孙茂财面前 这个你认识吗 孙茂财当然认识 迫不及待的拿在手中 凝酷的钥匙 乔治庸看他已经急不可耐了 直接问他想要吗 孙茂财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赶紧尴尬的放了回去 你把钥匙 不急不急 你不急我急啊 其实昨天夜里 我就从二奶奶那儿要过来了 想给你 孙茂财惊喜地看着乔治庸 以为大嫂已经帮他拿到了乔家大权 等不及要碰杯庆祝 可乔治庸却一动不动 反而问他这是谁家的酒 孙茂财还没搞清状况 自信地以为乔治庸只是丢了乔家大权 心里有些不高兴 东江能做出这种决定 实属不易 还反过来安慰乔治庸 孙茂你不掌管家事了 可你还是东江 快不是了 看着孙茂财得意的嘴脸 乔治庸忍不住提点他一句 孙茂财点头表示 他也没想到会这么快 乔治庸强忍着要杀人的冲动 问他接管乔家之后有什么规划 孙茂财瞅了一眼 眼看就要到手的银库钥匙 怕这事再出什么意外 于是便顺着乔治庸的心思 臭不要脸的推翻了之前所有的计划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厚望 把万漂浩和贵征天下的事做到底 可是我听说 你接管乔家的家事以后 打算带着我嫂子走周川府 一辈子守在他身边 而且乔家要从票号业撤出 本钱全都要偷到有利可图的生意上去 孙茂财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连忙解释自己只是随口一说 可乔治庸已经不想再跟他废话了 然后你就可以 可扣茶农的工钱银子 再可扣其他人的工钱银子 用来多博养几个月季姑娘 牡丹姑娘 再然后 这个家大奶奶一半 你一半 最后不分彼此 通通变成你孙茂财的产业 你几次三番的不去哈芬哈大人那 就是为了这个 眼看老底被揭穿 孙茂财已经彻底没了底气 却还想再狡辩 乔治庸直接抓起酒杯狠狠的破了过去 其实打从一开始 乔治庸就知道孙茂财包养妓女 苛扣茶农的工钱 但他都不在乎 只要孙茂财能把会通天下做到底 甚至乔家产业的一半他也不在乎 乔治庸一把掀翻桌子 愤怒的扑向孙茂财 孙茂财被四仰八叉抬了出去 乔治庸一脚把他踹出门外 还不忘补刀 孙茂财抱着铺盖卷牵着毛驴 就这样离开了乔家 像条狗一样 但他还会再回来的 见孙茂财一身名牌进门 崔明石表示热烈欢迎 还以为他的阴谋得逞了 不料孙茂财却说他是来找工作的 而且不需要三万高薪 得知孙茂财被赶出乔家 还妄想在达盛昌当大掌柜 崔明石气的脸都绿了 你当大掌柜我干啥去 直接拍桌子起身 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孙茂财没想到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立刻跪在地上 抱着崔明石苦苦哀求 可崔明石却一把将他甩开 头也不回的往外走 孙茂财急了 拼命的把他叫住 连这种洗脑的话都能当真 崔明石真是醉了 你搞错了吧 是乔家的生意成就了你 不是你成就了乔家的生意 看看你 你看看 你这是当年在乡市里面卖花生米那个 穷秀才 崔明石不想再见到他 他本想借着孙茂财的野心 让乔志勇彻底失去对乔家的掌控 可这样一个布局多年的计划 却因为孙茂财的愚蠢 彻底宣告失败 崔明石气的咬牙切齿 可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扳倒了乔志勇的左膀右臂 况且他还有一个杀招没用 崔明石已经调查过了 铁信石的原名叫石信铁 跟乔家有仇 几年前 他的父亲因为卷入乔家和达胜昌的高粱霸盘 欠了一身的债 最后全家自杀身亡 你在乔家这么久 不就是在等一个机会 抱了这深仇大恨吗 铁信石心说 这人是不是傻 我跟乔家有仇 难道跟达胜昌没仇吗 崔明石见他不说话 又让人拿来一个盒子 里面放的是石家的招牌 还有一张石家的地契 并且承诺帮他重开石家店 只要我崔明石在 达胜昌 就永远是你石家店里最好的项目 见铁信石还是不说话 崔明石脸色一沉 表示自己还知道一件事 就在乔治庸的婚礼上 有人曾经向他设过一支飞镖 这个人就是铁信石 如果这些事让乔治庸知道了 那肯定对你石先生 有诸多的不便 不过 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的 铁信石一摔杯子 转身走出门去 听说乔治庸要去见一个人 立刻就通知了崔明石 一顶草帽呼在脸上 壮汉抢过包袱 拔腿就跑 抢东西来 站住 壮汉提着包袱一路狂奔 时不时还回头看看 他们有没有跟上 直至跑到一处凉亭 方爷 方爷 潘大长回来了 原来是乔治庸担心 潘维延一下船 就被其他商号给抢了 而自己又不方便露面 于是才让铁信石 把他引到这儿来 潘维延虚惊一场 一听是乔治庸 反倒有些高兴 眼看一厢情愿 瞬间变成双向奔赴 乔治庸高兴的邀请潘维延边喝边聊 可他不知道有人就在不远处盯着他们 铁信石一回头 确认过眼神是我叫来的人 崔明石示意他赶紧动手 铁信石转头看下梁亭 掏出一只飞镖 瞬间甩出 可中招的却不是乔治庸 反而是不远处等着看戏的崔明石 崔明石震惊的看着胸前的飞镖 晃晃悠悠的跪了下去 不甘心的用手指向铁信石的后脑勺 表示老铁这回真的扎心了 一旁的二掌柜被吓得魂不守舍 顾不上给他收尸 就赶紧逃命去了 一无所知的乔治庸 拉着潘维延 准备找个地方详谈 临走时 铁信石还冲着崔明石的方向 十分不屑的丑了一眼 就差吐口唾沫了 刚来到齐县境内 乔治庸就停下马车 再往千两百里就是你们家了 怎么样 十年没回来了 有什么感想 潘维延看着前方的响气班子 回想起当年离开山西的时候 腾向妻儿夸下哀口 等他还乡那天 要做八台大轿 鼓越开刀 没想到今日还乡 却是一位词号 我潘维延总算是明白了 什么叫无言见江东父 不料眼前这个 正是乔治庸专门为他准备的 请上轿吧 潘维延当即明白 一切都在轿中 我潘维延今生有这一操 你就不枉活了 潘维延坐上八台大轿 一锦还乡 可乔治庸没想到 一个月后 潘维延做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辞掉大掌柜 而他的理由 竟然跟孙茂财极其的相似 八台大轿请来的CEO 刚上任第一天 竟然要辞职 我要辞了这个大掌柜 就是觉得 即使我做了这个大掌柜 也做不好 反而会误了乔家的大事 乔治庸不明白为什么 潘维延给他解释 他已经对乔家 做了全方位调查 乔治庸虽然是董事长 却一直抓着CEO的执行权 现在虽然用我做大掌柜 却不一定真正舍得 将乔家的票号 全部交给我经理 自己只做四年一个账期 暗谷分银子 其余一概不问的大东家 潘维延表示 他这个人心高气傲 喜欢独断专行 更重要的是 他还提前做了功课 要想实现会通天下 就得把乔治庸原来那套 全部推翻 乔治庸听明白了 这明白着是来要权的 忽然有种孙茂财的即使感 不同的是 潘维延有会通天下的决心 可要想拿走执行权 还得有个能让人信服的理由 有了这句话 潘维延这才大胆的提出自己的想法 南方靠海 能优先接触到外面的新鲜事物 所以生意就会越来越红火 但是没钱投资 而北方呢 聚集了大批的财主 有的是钱 却都闲着 在他看来 所谓会通天下 不应该只是 把银子变成票子 方便携带那么简单 更应该起到宏观调配的作用 我们在北方 把那些财东们手里剩余的银两 存入到我们的票号 再放贷到南方 所需要的银子的商号 这样不仅可以盈利 也是一件立国的大好事 这才是真正的会通天下 乔治庸听完 犹如醍醐灌顶 真好爱这个 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我没有想过票号 还能有这种作用 见董事长动了心 潘维炎又摆出自己十年票号页的经验 当场表决心 自从被朝廷圈建在山西 乔治庸本以为 这辈子都找不到一个人 能帮他实现会通天下的梦 但是今天终于找着了 乔治庸毫不犹豫 把桌子一仙当场磕头盖章 从今天开始 大德通查票庄 全权交给你 不管是十年 二十年 还是一辈子 我都不现场 我等你 我会一直等你 等你到有一天来跟我说 你帮我 也帮全天下的人 实现了会通天下 你帮我 大德通查票庄又开张了 可乔治庸却只能全禁在家 一待就是十年 终于有一天 长顺飞马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小伙激动的跳下马 冲向乔治庸 乔治庸激动的抢过书信 整整十年过去 朝廷夹在他头上的紧箍咒 终于可以摘了 大伙正高兴的庆祝 可潘维言却从京城带回了一个坏消息 乔治庸都懵了 他这十年被圈禁在山西 那可是老老实实还债 按照游戏规则 不是应该自由了吗 怎么还会伸出险境呢 可潘维言却说 之前欠着一屁股债 当然没有杀身之过 可现在不用还债了 危险也就来了 这些天 他一直在京城 脱关系想办法 解除乔治庸的圈禁 可那死老太婆就是不答应 要想让他答应也行 但是有个条件 要求东家今年继续拿出150万两银子 把当年没有捐的那个官给捐了 乔治庸无法理解 之前卖官预决是为了筹集军费 现在太平军都没了 怎么还要卖官 当初他没捐 现在还是不捐 可是东家你想 如果不捐 那太后 他还会想出别的名目 来整治乔家 如果捐了 那明年朝廷 不知道又要以什么名目 来跟乔家要银子 乔治庸都给气笑了 潘卫言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让他还跟过去一样 老老实实待在山西 可乔治庸一万个不甘心 潘卫言提醒他 不要忘记自己说过的话 哪怕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一辈子 都要实现会通天下 而要想实现会通天下 就得先让慈禧忘记他这个人 只有让朝廷知道 东家再也没有当年的雄心 乔家呢 也再没有当年那么多的银子 东家和乔家 才能安全 乔治庸已经妥协了 可他还在纠结 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 哪来那么大的魅力 让慈禧对他念念不忘 不料潘卫言一语道破天机 接下来的日子里 乔治庸一直在家装滩 直到有一天 左宗堂亲自登门 朝廷又要打仗了 这次是左宗堂西征 乔治庸看着地图连连称好 一旁的胡淑淳却叹了口气 说计划好是好 可就是缺钱又缺粮 乔治庸一听就明白 准是慈禧让他们来要钱的 左宗堂早就算好了 这次西征 即使速战速决也要250万两银子 乔治庸倒也不太惊讶 只不过这么多银子 他需要时间筹措 而且还有个条件 左宗堂哪知道 他跟慈禧那点事 派着兄谱保证 一定帮他要回来 这么多年以来 乔治庸心里 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敞亮 因为他终于又能 为天下人做点事了 按照乔治庸的计划 潘维言和马巡各出50万 高锐的茶山能抵押50万 马巡的副子号能抵押100万 这样钱就凑够了 可曹掌柜觉得太过冒险 万一这老娘们不还钱咋办 那乔家的产业就回不来了 那我们乔家的根基就动摇了 这事乔治庸早就想过了 西征毕竟关乎国家根本 他觉得要是父亲和祖父还在 也一定会这么做 话说到这份上 曹掌柜也不再劝 可刚一出门却收到一封信 曹掌柜一看大事不妙 乔治庸是真没想到 孙茂财凭着对他的了解 挖的坑是又准又狠 他十分确定 即使乔治庸得知一切 也会毫不犹豫往里跳 曹掌柜认为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可乔治庸觉得他已经浪费了20年 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他就算是个火坑 我也没几次跳的机会了 那万一朝廷就不还银子呢 那我就到北京跟他们要 谁欠我的银子我就跟谁要 一年之后朝廷果然不还银子 还不要脸的说乔家家大业大 不在乎这二百万 送块匾就算清账了 乔治庸这回是真怒了 他准备到北京跟慈禧老娘们讨债 这个人怕是不想活了 竟敢跑到京城跟慈禧讨债 乔治庸把壮志一摆 坐在紫禁城门口 不给钱就不走了 庆亲王哪里明白 乔治庸要讨的不仅仅是银子 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诚信 一个商家的尊严 还有一个普通人活在世间所要求的公道 可慈禧这老娘们才不管这些 他只想赖账 本来这事吧也好办 可问题是山西巡抚张之洞 闪干总督左宗棠 还有富贤在家的胡淑纯 都上了折子 要力保乔治庸 这可就把庆亲王难住了 要是把乔治庸杀了 就坐实了慈禧赖账杀人灭口 可要是就这么放了 乔治庸肯定还会在闹 庆亲王正愁得一个头两个大 一旁的李莲英却微微一笑 这事说难办吧 也难办 说好办 也好办 王爷应该找一个能治得了乔治庸的人 让他自个儿乖乖的把台阶下了 庆亲王觉得有道理 可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呢 这名字有些耳熟 好像让左东堂去找乔治庸要钱的主意 就是这货出的吧 你还别说自己惹的货 自己解决 合情合理 没毛病 把乔治庸的仇家请来 来办乔治庸的案子 办好了还好说 要是办不好的话吧 就把这逼死人的罪名 全都推到他的身上 这也叫 借刀杀人 这俩人是高兴了 可孙茂财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本想借着左东堂西征的机会 让乔治庸倾家荡产 好好的出口气 却没想到 乔治庸竟敢跑到京城 来跟慈禧要银子 你就是想死 你也得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 既然你已经糊涂到了这一度 那你离死不远了 乔治庸知道 孙茂财是在故意吓唬他 可他既然敢来 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见乔治庸面不改色 孙茂财默默倒上一杯酒 感叹事事难测 他已经想到了一切 唯独没有想到 朝廷会让他来对付乔治庸 你知道朝廷为什么让我来主审你的案子吗 不杀你吧 太后不敢 杀了你就可以借机整我 你看 咱两只蚂蚱就能永远这么拴在一条绳上 话说的差不多了 孙茂财重新戴上锅盖 俯视着乔治庸 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 你错就错在 太把书本上的事看成真的了 你错就错在 人家把济世救民当成是假的说手而已 而你不是 所以 你就等死吧 乔治庸又是一杯酒泼在他脸上 正如当初赶他出门时一样 不同的是 这次他连生气都觉得多余 孙茂财虽然撂了狠话 可他心里清楚 乔治庸不能杀 要不他也活不成 但这么好的机会 他总得得到点什么 这个人太不要脸了 孙茂财把话撂着 不顾众人的震惊转身走出门去 马勋第一个反应过来 气得赶紧追上去 问候他八辈祖宗 孙茂财你这个王八蛋 你还是个人吗 可一直在屋里的大奶奶 听到刚才的一切 却异常的平静 我家 大奶奶知道 要想救乔治庸 这是唯一的办法 但同时 她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见众人愣在原地 一动不动 大奶奶流着泪呵斥 众人依旧愣在原地 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却又无能为力 得知喜讯的孙茂财 立刻让人把乔治庸迷晕 在悔过书上按了手印 大概意思就是 那250万两银子 捐给朝廷了 慈禧赖账的目的达到 也就没再追究 反手给了个二品的须值 就算清账了 到了婚期当天 孙茂财说到做到 放了乔治庸 可他没想到 就在揭开盖头的那一刻 心心念念二十多年的大奶奶 却已经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我本以为今成今世 我改不了乔家的祖序 我佩服大奶奶的勇气 大奶奶为了乔家 为了救你二弟 太古曹家的千金小姐 现如今期限的乔家大奶奶 冲破了祖序 下家给我孙茂财 孙茂财小心的把大奶奶放好 悲痛欲绝的扯掉新房里的大红花 乔家都以为我孙茂财 是产人知灰落井下石 在乔家人的眼里 我孙茂财就不是个东西 不就是个卖花生米的吗 说到悲愤处一屁股躺在地上 回想起当年在贡院跟乔治庸一见如故 再到后来一起走南闯北 辛辛苦苦打下乔家的半壁江山 可最终却因为办票号的事分道扬镳 孙茂财心里实在是委屈 孙茂财始终认为自己并没有错 之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 都是因为乔治庸好大喜功 一意孤行 非得涉足票号业 犯了晋商的大忌 孙茂财绝望的爬起来 他坚信乔治庸出狱这天 就是乔家毁灭的开始 但现在他已经不再期待了 因为大奶奶的死 割断了他跟乔家的最后一丝联系 我最惦念的就是你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珍重的 我多想带着你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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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走了 孙茂财痛哭着 往嘴里塞着盒饭 就此下线 几天后 乔治庸听说大嫂的事 悲痛欲绝一病不起 可消息传到京城 反倒因祸得福 慈禧终于不再盯着他了 乔家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期 直到八国联军打进京城 这个大驱经理 怕是不想干了 你一个分号等位 就这么大胆子 居然私自作主 借给太后三十万两银子 潘维言都快气死了 可高锐却笑着给他解释 原来是八国联军进城 山西总督为了给慈禧 凑够出逃山西的三十万两银子 直接把全城商家都抓了 高锐为了救他们这才答应借钱 这大棍子没打到我身上 握着屁股就开始疼了 事办的没毛病 但慈禧这老太婆可是出了名的老赖 潘维言还是觉得 乔治庸恨不得掐死他 肯定不会同意 不料高锐却微微一笑 你还真以为我打算把银子借给他呀 你直接把我给辞了 银子不借不去借了吗 原来高锐压根就没打算借钱 那太后 平日视我们商人如草剑 视东家如草剑 今天也算是老天有眼了 让他落到我们手里一回 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笔银子就是东家要借 我也绝不会答应 潘维言觉得这事太大 必须跟东家商量 乔治庸此刻正穿着那250万辆银子 买来的官服让人画像 我像不像 洋鬼子的英雄 像 洋鬼子要是赶到山西来 我就跟他被拼了 洋鬼子没来 可要钱的却来了 高锐把情况一说 乔治庸瞬间没了心情 太后和皇上没有人借银子 连西安都到不了 高锐听说大清国已经完了 从北京到山西 除了一个岑春轩和山西总督御贤 没有第三个人愿意搭理侧席 大家躲都来不及 这个老东西想在咱们这再勒索一次银子 那什么都没有了 潘维言也是这个意思 这些年他从乔家拿的银子已经够多了 现在又把大清朝拱手让给洋人 你说这样的太后 这样的皇上 咱们凭什么还要认呢 既然他是借银子 又不是抢银子 那我们就可以答应 也可以不答应嘛 两人义愤填膺的说了半天 乔治庸始终没有说话 其实他也在纠结 到底要不要借 毕竟慈禧带给他的痛苦太多了 但最终还是决定要借 乔治庸说完又接着画像 一副跟洋鬼子势不两立的架势 慈禧拿到银子十分高兴 非得路过旗线 在乔家住上一宿 可把乔治庸腻歪死了 但他没想到 就一顿饭的功夫 竟拿到一笔超级大生意 这是慈禧逃亡途中 一顿朴实无华的午餐 乔家有名的八碟八碗 可听说慈禧吃得非常满意 乔治庸却有些不高兴 只要一想到 这老娘们吞了他两千多万两银子 乔治庸心里就老大不得劲儿 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表现一下 厨子想了想 这几年山西大旱 老百姓每天吃的都是些野菜和高粱面皮之类的 这玩意儿能给太后吃吗 乔治庸更多的还是想让慈禧感受一下民间疾苦 精心准备的山西风味小吃很快就上了桌 不出所料 慈禧一看这黑不溜秋的玩意儿立刻就没了笑脸 但还是试探性了尝了一口 可这一尝不要紧竟然还上瘾了 直接推开小李子霸气上手 而且还边吃边夸 慈禧一高兴觉得吃人嘴短 非要给乔治庸赏点什么 乔治庸正坐在门外等着打屁股 估计连怎么个死法都想好了 一听慈禧要给他封赏 立刻条件反射般的表示拒绝 我这已经有了花了250万两银子 从太后那儿捐来的二品官服了 实在是不敢再有什么封赏 说完这话赶紧假装魏腾战术撤退 小李子正嘲笑他没服气 等候多时的潘维炎 却抓住难得的机会 说要替东家逃赏 而这封赏不是别的 正是想让慈禧解除票号 不得涉足官银的禁令 你可够狡猾的 解除票号不得涉足官银之禁 一直是你几十年梦寐以求的事 对吧 怎么 你却说是为朝廷和太后使银子方便 李莲莲正说着忽然意识到这主意还真不错 这至少太后无论到哪去寻姓 身边带着他几张银票就行了 再也不用我临时抱佛脚 到各处去筹措银子 乔治庸奋斗了一辈子 竟然还比不上请慈禧吃顿饭 太后已经答应了解除票号 不允许涉足官银的禁令 害怕从今以后三年内 代收山西地方税务的事情 也交给了我们大德通啊 判了几十年的心愿终于达成 乔治庸难以置信的再三确认 乔治庸激动的拍着两人的肩膀 竟一时说不出话来 等稍稍平复心情 便迫不及待的跪拜祖先 不知不觉又到了四年一度分红的日子 潘维炎兴奋的汇报着大德通的业绩 这一次我们大德通每股的红利 可真叫是撑破了天哪 有多少 一万七千三百二十四两 也就是说刚过了实习期的小伙计 就能拿到一千多两银子的年终奖 这可是大德通开天辟地从来没有过的事 他们自己已经高兴的不行了 可乔治庸却有些纳闷 这些年洋人入侵 大街上到处都是倒闭的商号 年景是一年不如一年 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德通的生意反而越来越好 潘维炎笑着给他解释 自从慈禧来过之后 各地的官员都以为乔家有太后坐靠山 纷纷争着抢着跟乔家做生意 最后干脆就把英国人做大总管的海关税都交给了咱们 乔治庸听明白了 原来大德通做的是朝廷答应给八国联军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子的生意 要是这样下去 过不了几年 国库的银子就空了 大清国也就完了 人生一下子没了希望 乔治庸就这么日复一日的熬着 熬到了富可敌国 熬到了陆玉涵先踏一步去世 在陆玉涵的葬礼上 江雪英再次登门 到了这把年纪 多年前的爱恨情仇早已成了过眼云烟 可乔治庸始终忘不了 当年京城那件事 而我投进大牢的人是你把我捞出来的也是你 我这辈子啊 上堆得起大清国 下堆得起乔家 唯一对不住 就是你 人老了 仗不能欠 我今儿给你还了 乔治庸努力跪下来 郑重地磕了一个拖欠了几十年的头 江雪英没有阻止而是笑了笑 静静的受了这一脉 随后用拐杖轻轻的戳了他一下 表示谁也不欠谁了 完成人生最后一件事 乔治庸感觉他的生命正逐渐远离这个世界 他似乎又听到了当年那个永远的追问 究竟是蝴蝶变成了庄舟 还是庄舟变成了蝴蝶 到了最后连追问都听不到了 他清清楚楚的意识到 这就是死 欢迎关注评转发 我们下部剧见